UP主之聊有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十七集 杨克暂时压下了心中的愤怒,十分吃力地改换了表情,拿起那张弓对老王头说。 哦,好弓,好弓,还是张硬光,你们就是用这张弓设着天鹅的? 老王头见杨克变了口气,便自夸道,那还有假,这把弓我是在厂部毡房,用杆毡子弹羊毛的竹弓改做的,这弓有劲儿,射死个人也不费劲儿呢。 杨克抽了一支箭说,让我试一试行吗? 老王坐在岸边草墩子上,看着二顺般猎物,一边抽汗烟,一边说。 做箭可是费功夫,我还得留着接着打呢,只能是一支啊,多了不行。 杨克仔细研究这副弓箭,做弓的主板有近一纸厚三纸多宽,弓弦是用几股细牛皮条拧出来的,铅笔一般粗。 箭杆是用柳条削刮出来的,箭语是就地取材的谚语。 最让杨克吃惊的是,那箭头居然是用罐头盒的铁皮做的,上面还能看到红烧两个字。 铁皮先被剪成三角形,然后再卷在箭杆头上,再用小钉固定,箭杆头上就形成了一个羽毛笔管状的尖管。 尖管里面的箭杆头也被削斜了,被铁皮尖管裹得严丝合缝。 杨克用手指试了试箭头,又硬又锋利,像支小扎枪。 他颠了颠箭杆,箭身并不重,但箭头较重,箭射出去不会发飘。 弓很硬,杨克使足了劲,才能拉开五六分。 他晚宫搭箭,瞄准十几米开外的一个草墩子,用力开弓。 一箭射去,射在草墩子的旁边,箭头深深戳进地里。 杨克跑过去,小心拔出箭,抹净泥土,箭头依然尖锐锋锋利。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回到了蒙古草原骑射的远古时代。 杨克走到老王头的面前,问道, 你射天鹅的时候,离他有多远? 也就七八步吧。 你离天鹅这么近,天鹅没看见你? 老王头敲了敲烟带锅说。 前天我进尾堂找天鹅窝,找了大半天才找见。 今儿一大早,我俩就披着尾子,戴上尾帽慢慢滑进去。 亏得物大,没让天鹅瞅见。 天鹅的窝有一人多高,用尾子落起来的,母鹅在窝里孵蛋,公鹅就在旁边水稻里来回守着。 那你射死的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我俩趴得低,射不着抱窝的,就等那只公的。 等了老半天,公鹅游到阀子跟前,我一箭穿心,他扑腾了几下就没气了。 母鹅听见了动静,立麻酥的就飞走了。 我俩这才靠过去,把窝里两个蛋捡来了。 杨克暗想,这批盲流的生存和破坏能力真是非同小可。 没有枪弹,可以做出弓箭,没有船,可以做出法子,还会伪装,会长时间潜伏,能够首发命众。 如果他们装备起枪支弹要拖拉机,指不定把草原毁成什么样子。 他们祖辈原本都是牧民,但是被汉族的农耕文化征服和同化以后,居然变成了蒙古草原的敌人。 千年来,中国人常为自己可以同化异族的非凡能力而沾沾自喜,但是中国人只能同化比自己文化水平低的民族,而且同化出的灾难性恶果的一面,却从来闭口不提。 杨克目睹恶果,看得心中滴血。 二顺清扫完筏子也坐下来休息,杨克此时最关心的是那两枚天鹅蛋,既然母天鹅还没有死,就一定要把蛋放回窝里,要让那两只小天鹅出世,跟他们的妈妈远走高飞,飞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 杨克装出笑脸,对老王头说。 您老还真了不得,往后我还真得跟您老学两手。 老王头得意地笑道。 干别的咱不成,可打鸟,打塔子,打狼下架子,挖药材,捡蘑菇啥的,咱可是行家。 这些玩意儿,咱老家原先都有,后来闯关东进草殿的汉人太多了,比不够了,野物呢,也让你们汉人吃劲了。 得亏咱的老本事没忘,只好再上草原混碗饭吃。 我们虽说也是蒙古族,可出门在外不容易,你们知青从北京来,又有本地户口,往后多给咱这外来户说点好话。 别让当地的老蒙古赶我们走,他们能听你们的。 你要答应,我就教你几手,保准让你一年弄个上千八百块。 杨克说。 那我就拜您为师了。 老王头往杨克旁边凑了凑。 听说你们和牧民的包里都留了不少洋油,你能不能给我弄点来? 我们四五十口人,天天干重活,吃粮,全是从黑市上买来的高价粮。 还天天吃野菜吃素,肚里一点油水也没有,可你们还用洋油点灯,多糟粮东西。 你便宜买给我点洋油吧。 杨克笑道。 就好办,我们包还有两罐洋油呢。 我看这两个天鹅蛋挺好看的。 这样吧,我用半罐洋油换这两个蛋,成吗? 老王头说。 成,这两个大蛋,我拿回去也是炒着吃,就当是少吃五六个野鸭蛋呗。 你拿走吧。 杨克连忙脱下外衣,把天鹅蛋小心包好,对老王头说。 明儿我就把洋油给您送过去。 老王头说。 你们北京人说话算数,我信得着。 杨克喘了口气,又说。 这会儿天还早,我想借您的法子进湖去看看天鹅窝。 你刚才说天鹅窝有一人多高,我可不信,得亲眼见识见识。 老王头盯了一眼杨克的马,说。 成啊,这样吧,我借你法子,你把马借给我,我得把大鹅驮到火房去,这只鹅老臣,快顶上一只羊了。 杨克站起身说。 就这么定了,等等,你还得告诉我那个天鹅窝在哪儿? 老王头也站起身指着尾巷说。 呃,到东头,再往北拐,那条巷子里有好些尾子,让法子压趴下了,顺着水路滑,准能找见。 你会滑法子吧? 杨克上了法子,用铁锹滑了几下,很稳。 他说。 我在北京北海公园经常滑船,还会游泳,有几千米没问题,烟不死。 老王头又叮嘱一句。 那你回来还照圆样,把法子拴好。 说完,就抱起死天鹅驮在马鞍上,自己坐在马屁股上,慢慢向工地走去。 二顺吃力地端着大盆,跟在后面。 等两人走远,杨克上了岸,将包着天鹅蛋的衣服卷放到法子上,然后急匆匆地向东边尾丛划去。 宽阔的湖面,倒映着朵朵白云,亮得黄眼。 一群胆大的大雁绿头鸭,又从北面沼泽飞回来。 倒映中,水鸟们在水里穿云破雾,不一会儿又稳稳地浮在水中的白云软垫上。 杨克一划进湖中,便不由地放慢划奖的速度,沉浸在浓浓的尾绿之中。 尾巷里吹来湖水和尾叶的清香,越往里滑,湖水越绿越清,犹如真正进入了他梦幻中的天鹅湖。 杨克想,如果能邀上陈镇和张继元一同游天鹅湖就好了,他们仨一定会泡在湖里不出来,躺在筏子上随波逐流,待上一整天或一整夜的。 法子渐渐接近湖东边的尾丛,这里的水是流动的,是穿湖而过的小河的主河道。 河水向北流去,河道的水较深,很少长尾子,而河道两旁却长满茂密的芦苇和蒲坝。 法子顺河道向北飘滑过去,水面上飘来一些羽毛,有白的、灰的、咖啡色的、褐黄色的、金绿色和暗红色的。 有时,尾巷里会突然游出几只野鸭,一见人又钻进尾丛里。 尾巷幽深隐蔽,是水鸟们静静的产房,是雏鸟们安全的乐园。 下午的阳光已照不到尾巷的水面上,一阵清凉的风,吹走了杨克浑身的汗气。 尾巷又拐了一个弯,河道忽窄忽宽。 杨克又滑了一会儿,尾巷分了叉。 杨克停下手,忽然看到其中一条小巷有几株折倒在水面上的芦苇, 便顺着这条水巷继续往里滑。 水面越来越宽,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隐蔽的湖中之湖。 在靠东北的湖面上,有一大片割倒的芦苇, 一条人工开出的水路出现在杨克眼前。 他顺着水路望去, 在几层打蔫的芦苇后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黄绿相间的巨大尾舵, 足有两米多高,直径有一米多粗。 杨克的心跳得像雷鼓, 就是他。 这就是他从未见过, 也从未在电影和图片上见过的天鹅巢。 他揉了揉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杨克呼吸急促,双手发抖。 他歪歪扭扭地朝天鹅窝滑去, 用铁锹拨开水面上的断尾, 轻轻向大巢靠近。 他终于在巨大的尾柱旁边固定好了法子, 喘了一口气, 拄着铁锹轻轻地踮起脚来, 伸长脖子往窝顶看。 他想看看那只丧子丧偶的天鹅女王还在不在窝里。 但大巢太高了, 他看不到窝顶, 凭着感觉窝好像是空的。 杨克愣愣地站在天鹅巢前, 他惊呆了, 这是他见过的最大、最高、最奇特的鸟巢。 他原以为天鹅窝会搭建在离水面不高的芦苇丛上, 天鹅可能会踩倒一大丛芦苇, 再折一些尾枝尾叶和旧芦花, 变成像其他普通鸟窝那样的婉状窝巢。 但是, 眼前的天鹅窝却使他深感自己的想象力仍是过于平庸贫乏了。 作为鸟中之王的天鹅, 眼前的大巢不仅具有王者风范, 造型与工艺更是不同凡响。 这是一个独具匠心精工编织, 异常坚固的安乐窝。 杨克确定了雌天鹅不在窝里之后, 便开始近距离细心琢磨起这个巨巢来了。 天鹅大巢位置极佳, 这里是湖中芦苇最茂密的地方, 又是在水巷最深处, 巢旁更是一小片湖中之湖。 天鹅情侣在这里筑巢便于隐蔽, 便于就近觅食喜遇, 又便于雄天鹅就近巡逻守卫。 如果不是那两个狡猾的民工, 划着经过伪装的法子, 砍出一条水道, 悄悄滑进来偷袭, 一般很难有人能发现和靠近这个鸟王之王朝的。 杨克用双手推了推巨巢, 就像推一棵一米多粗的巨树一般, 纹丝不动。 它虽然长在水里, 但它的根却像古绒树一样盘根错节, 深深地扎进湖底。 大巢的结构是杨克从未见过的, 杨克细心揣摩, 终于大致弄清天鹅是怎样建造这个窝的了。 一对天鹅先挑选一圈尾杆最粗最韧的尾丛, 然后以这组尾杆作为大巢的钢筋支柱, 再从尾丛下用尾杆像边框一样的穿插边织, 一层一层地边上去。 杨克估计,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对天鹅先秘密地边了一层, 然后两只天鹅就站上去, 用它们的体重将巢肌压到水下, 接着再编再压, 直到编织层露出水面。 杨克用铁锹试了试水的深度, 水深约一米半。 那么如果加上水面以上两米多高的主体部分, 这个大巢竟然将近四米高, 这也许可算是非秦王国中的特级工程了。 成熟的尾杆像竹子一样, 具有柔性、韧性, 还耐腐蚀。 杨克曾在秋季操场, 掏过一口七八年的旧井, 他发现, 垫在井底周围防沙用的尾巴, 仍然没有完全腐烂。 杨克用铁锹捅了捅水下的巢机, 果然庞大坚硬。 在窝巢露出水面之后, 天鹅情侣便一层一层往上编织水上建筑的主体了。 杨克发现, 这个粗大的巢柱编织的纵横交错又紧又密, 宛如一个巨大的石心框楼。 巢的基柱达到离尾梢还有一尺距离的高度便收住了, 而充当钢筋立柱的尾杆已被挤到大巢的四周, 向巢的护栏与周围的尾梢连成一片。 杨克抠住巢柱, 又用马靴在巢体上踢出可以灯榻的缝隙, 然后小心翼翼地攀上两尺。 他终于看清了天鹅王后的产房, 窝底呈浅碟状, 而不是像普通鸟窝那样的深碗状, 里面铺着一层细尾叶, 散落着羽毛和羽绒, 柔软舒适。 杨克落到法子上, 养头久久地欣赏眼前的天鹅王朝。 聪明勤劳的天鹅情侣, 竟然如此深谙建筑力学和美学。 蒙古草原是珍稀动物的天堂, 也是强者和智者的王国, 深藏着许许多多农耕民族所欣赏不到的奇珍异宝。 杨克接着又发现了天鹅朝更多的优点, 他耸立在卢尾丛上端, 通风凉爽干燥, 视野开阔, 可以享受周围卢尾嫩烧青纱杖的掩护, 又远离尾下沉尾枯叶的腐臭, 到了盛夏, 还可以躲避伟丛里蚊群的叮咬以及水蛇的偷袭。 如果小天鹅破壳出世, 它一睁开眼就可以看见蓝天和白云。 当秋凉之后, 天鹅南飞之前, 它们又将隐没在蓬松如雪的芦花丛中。 大小天鹅飞得再远, 它们还能忘记自己如此美丽浪漫的故乡吗? 微风吹拂, 满湖的芦苇随风轻摇, 成千上万的尾梢弯腰低头。 但是, 天鹅巨巢窥然不动, 像帝王宝座在接受亿万臣民的膜拜。 高傲的天鹅, 想必是世上飞得最高的大鸟。 但杨克仍是没有想到, 在没有一棵大树的草原, 高傲的天鹅依然高傲。 它远比凭借山峰高度来增加自己鸟巢高度的草原雄鹰, 还要高傲得多。 杨克见过十几个草原鹰在山顶上的窝巢, 彻底打破了他以往对于鹰巢的神秘敬仰之心。 那哪是个窝, 只是一滩枯枝加几块破羊皮, 粗糙简陋的简直像乞丐的街头地铺。 高贵的大天鹅从天空到地面永远圣洁美丽。 如果世上没有大天鹅, 还会有人间舞台上的天鹅壶吗? 还会有乌兰诺瓦吗? 还会有柴科夫斯基的天鹅乐曲吗? 人们的美好愿望还会被带上天空吗? 杨克仰望天鹅王座, 睁大眼睛放大瞳孔, 深深地印记着王朝的每一个细节。 他真想将来在国家大剧院的门前广场上 塑造一个高耸的鸟王巨巢, 作为热爱天鹅和天鹅壶的人们的图腾柱。 那天鹅图腾柱的顶端, 是那对神圣高洁穿云展翅的天鹅情侣, 他们也将成为人类心中的爱与美的图腾, 永存于世。 湖中的风渐渐变冷, 芦苇的绿色也慢慢变深。 杨克双手捧托着那两枚天鹅大, 贴在胸口, 想再给他们传去一点人的体温。 世上的癞蛤蟆越来越多, 舞台上红色娘子军的大刀片赶走了天鹅公主们, 但是这世界上仍然有爱你崇拜你的人。 杨克小心地攀住巢柱, 用一只手虔诚地将一只天鹅弹举过头顶, 轻轻放回窝巢, 又从怀里掏出另一枚再放进去。 杨克落到法子上的时候,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相信那高大的图腾柱上的两枚天鹅弹, 会像两枚硕大的宝石, 在尾浪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直上云天, 召唤高空飞翔的天鹅女王。 天空中终于出现了一个白点, 高高盘旋。 杨克急忙解开绳索, 称阀轻轻退向河道。 他将被阀子压倒压弯的芦苇一一扶起, 并用铁锹拨开水面上漂浮的尾杆尾叶。 他希望这片被人砍倒的尾地重新长出心尾, 好将已被暴露的天鹅巨巢重新掩引。 杨克华丽尾向前, 看到一只天鹅正在急切盘旋下降。 当它靠岸的时候, 天空已看不到那只大天鹅了。 第六十八集 杨克走回到工地火房, 二顺说他叔叔已经骑马到第三木叶组买病牛去了, 火房外的空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土灶, 土灶上有一口锯锅, 地面上摊着一大堆湿漉漉的天鹅羽毛。 大锅冒着热气, 锅里竟是被剁成拳头大小的天鹅肉块。 杨克看到那只天鹅头正在滚水中翻腾哭泣, 而大锅旁边一个汉人装束的年轻女人正在往锅里大把地撒着花椒、 大料、葱段、 姜块, 还对准那高贵的天鹅头浇了半瓶廉价酱油。 杨克一阵头晕目眩, 一下子瘫坐在牛车上。 年轻女人对二顺说, 快扶北京学生进窝, 待会儿给他端满鹅肉汤, 补补身子。 杨克一甩手, 扒了开二顺, 气得差点把铁锅踹翻, 他实在忍受不了锅中冒出的气味。 但他不敢踹锅, 也不敢发火, 人家是贫下中农, 而他却是上山下乡来接受再教育的狗崽子。 他只能暗自横下心, 决心找机会, 毁掉那只法子。 浑身挥江臭汉的民工陆陆续续收工了, 他们闻到了肉香, 跑过来流着口水, 围着大锅又唱又叫。 赖蛤蟆吃着天鹅肉了, 赖蛤蟆吃着天鹅肉了, 吃着天鹅肉, 还能是赖蛤蟆吗? 那是啥, 吐皇上呗。 一个武短身材瞪着两只蛤蟆眼的人, 趁乱捏了一把烧火女人的屁股, 大声浪笑道。 谁说赖蛤蟆吃不着天鹅肉啊? 一会儿就吃着喽。 话音未落, 他便挨了一烧火棍。 众民工见肉还未熟, 便脱光膀子, 抡着脏毛巾冲向湖边, 有几个人上了法子, 向湖中滑, 几个水性好的早已拖得赤条条跳进水里, 向湖中心有狗袍, 扑通扑通, 一时啄浪四溅。 那阵势, 如同在天鹅虎舞台上, 冲进一群花里虎哨扭畅着二人转的红脸蛋。 刚刚静下来的湖面又惊起大群水鸟, 哀鸿遍野。 杨克不明白, 同是蒙古族, 农区来的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快就忘记了蒙古民族所敬拜的水神? 在北京知青尚未到公社牧场, 路过蒙首府的时候, 一些来看望知青的蒙汉族干部, 私下里对杨克他们说, 到草原要尊重草原牧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其中提到, 蒙古草原缺水, 蒙古民族特别敬水神, 不敢在河湖里洗衣服, 更不敢洗澡。 历史上, 早期的蒙古民族, 因为伊斯兰民族喜欢在河湖里洗浴, 亵渎了蒙古人的水神, 就跟伊斯兰民族打得血流成河。 他们希望, 知青到了草原以后, 千万不要到河里泡子里去游泳。 两年多了, 喜欢游泳的北京知青都忍住了爱好, 但是, 没想到这些农区来的蒙古族民工, 却如此放肆地破了草原规矩。 杨克忍无可忍地站起身, 打算回蒙古包去同城镇商量对策。 刚走几步, 他突然发现, 土房的墙根下摆着五六个巨大的根筋, 他心中又是一惊, 想起了仙女般的天鹅韶药, 便急忙跑到土房前面仔细查看, 他从未见过韶药快根, 这些快根大如羊头, 又像是咯咯哒哒的巨大红薯, 花枝全被剪掉了, 只剩下刚刚冒出的几只淡红色的嫩芽, 有几个最大的快筋被放在大号的铁皮水桶里, 一个桶只能放下一个, 桶里装了大半桶湿沙, 像是为了饱活。 杨克急忙问二顺, 这些是不是勺咬根, 从哪挖来的? 二顺说, 是白勺药, 反正是长在山里, 在哪挖的不能告诉你, 前几天还拉走多半车呢, 全卖给城里的中药铺了。 杨克没想到, 包顺贵原先挖走的那半卡车勺药根, 只是一小部分, 民工队一进来, 这片草场的天鹅勺药花, 就被彻底掘第三尺斩草除根了。 这些连自己家乡都不爱惜的人, 到了异地他乡, 就更加肆无忌惮地, 开始掠夺抢劫了。 杨克回到家, 给陈振和高建忠讲了他一天的所见所感, 陈振也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缓过了神, 才慢慢说。 你讲的, 正好是几千年东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关系的缩影, 游牧民变为农耕民, 然后再掉头杀回草原, 杀得两败俱伤。 杨克不解地问, 为什么非得两败俱伤呢?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游牧归游牧, 农耕管农耕, 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陈振冷冷地说, 地球就这么点儿大, 谁都想过好日子, 人类历史在本质上, 就是争夺和捍卫生存空间的历史, 华夏的小农, 一生一世, 只管低头照料眼皮的底下一小块农田, 眼界狭窄, 看不了那么远, 咱们要是不来草原, 不也在那蜀木寸光自以为是吗? 门外传来三条大狗的疯狂吼叫, 杨克说, 嗯, 准是老王头来还马了, 凶狠的二郎把老王头叫咬得吓不了马, 吓得大喊杨克, 杨克急忙出门喝住了狗, 让老王头进包, 然后去谢马鞍, 马被狠狠骑了半天, 全身大汗淋漓, 马鞍沾垫完全湿透, 冒着热腾腾的汗气, 杨克气得猛一拉门进了包, 老王头浑身酒气蒜味, 嘴巴油光光, 连声说天鹅肉好吃,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杨克只好忍住这口气, 还得给它拿羊油, 老王头抱着半罐羊油高高兴兴地走了, 杨克一想到早晨还在自由飞翔的那只熊天鹅, 此刻竟在老王头的肚子里和臭大蒜搅拌在一起, 心疼得只想哭, 三个人愣了半天, 没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把老王头摁在地上臭揍一顿, 为什么不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但是他们知道, 对这帮人多势众的盲流痞子, 打不敢打, 讲道理又全是对牛弹琴, 真想治他们, 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陈镇和高建忠都赞成破坏老王头的法子, 而且要毁得他们无力再造, 一定要确保小天鹅出世, 长大飞走, 杨克伤心地说, 我看, 明年春天, 天鹅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三个人一时黯然, 然而, 他们没想到, 队里通知当晚全队政治学习, 传达最高最新指示, 规定不准请假, 这是他们错过了破坏法子的唯一一次机会, 在俄伦草原, 杀吃天鹅是包顺贵开的头, 但是那次是在打狼队的帐篷里, 那锅天鹅肉, 没放葱姜蒜和花椒大料酱油, 只是一锅清水加盐的天鹅手把肉, 当时所有猎手和杨客谁都没动一筷子, 包顺贵独饮闷酒, 也没吃出皇帝燕的感觉和心情来, 他甚至说, 天鹅肉跟他老家的用玉米干水喂出来的家鹅的味道差不离, 包顺贵这回及时赶到了工地火房, 这锅天鹅肉是在汉室大造里, 加放汉人的各式佐料, 大火小火精心闷制出来的, 再加上几十人喝酒划拳轮番捧场, 包顺贵确实吃出了土皇帝土王爷的感觉和心情来了, 可惜肉少, 蛤蟆多, 包顺贵和老王头各自独食了一盆肉, 而其他伙计则没分到几块, 天鹅宴一散, 包顺贵油嘴光光地去主持政治学习, 可众伙计却闹开了锅, 他们的蝉虫全被勾了出来, 于是决定, 抽人在第二天天不亮, 就再批尾衣, 再带弓箭, 再进尾巷, 为了保险, 他们还借来包顺贵的半自动步枪, 准备用枪打天鹅, 要是打不着天鹅, 就打大雁也压, 怎么着也得让大伙吃个痛快。 第二天早晨, 杨克、陈镇和高剑忠 被湖里的枪声惊醒, 三人后悔地直跺脚, 杨克疯了似的骑马冲向湖边, 陈镇请官部带放一天羊, 也和高剑忠骑马直奔湖边, 三人提心吊胆地等到那个法子靠岸, 眼前的残颈让杨克和陈镇像突见亲人的暴死, 法子上又躺着一只大天鹅和几只大燕野鸭, 还有那两枚天鹅蛋, 上面沾满了血。 死天鹅显然就是那只刚刚丧偶的雌天鹅, 它喂了两个未出世的心肝宝贝, 没有及时飞离这个可怕的湖, 也随王夫一同去了。 它的脑袋被子弹炸碎了, 死得比它的爱侣更惨, 它是死在尚未破壳的一对儿女身上的, 它把热血作为自己最后一点热量, 给了它的孩子们。 杨克泪流满面, 如果他不把那两枚天鹅蛋送还到天鹅巢里, 可能那只雌天鹅就不会遭此毒手了。 老王头登上岸, 岸边聚了一群民工、牧民和知青, 老王头既得意又恶狠狠地瞪着杨克说道, 你还想用羊油换蛋吗? 做梦吧你! 这回我得把这两个大蛋给小鹏了, 昨儿我去买病牛见着小鹏, 跟他说你用半罐羊油换了两个天鹅蛋, 他说我换亏了, 他跟我订了货, 说他用一罐羊油换一个大蛋。 说话间, 只见小鹏气喘吁吁跳下马, 急忙把两个血蛋抓到手, 装进塞满羊毛的书包里, 骑上马一溜烟跑了。 中民工像过节似的抬着猎物回火房, 牧民们疑惑和气愤地看着民工,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穿汉人衣服的蒙古族人, 也对草原神鸟这么残忍, 竟敢杀吃能飞上腾格里的大鸟。 毕利格老人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他气得胡须乱抖, 大骂老王头伤天害理, 对萨满神鸟不恭不敬, 忘了蒙古人的本, 到底还是不是蒙古人。 老王头不吃这一套, 大声嚷嚷, 什么萨满萨满, 我们老家连菩萨佛爷都给砸烂了, 你还念到萨满, 全是四舅都得砸烂。 毕利格建用蒙古草原天条, 震不住老王头, 就连忙去翻蒙文毛主席语录小红书, 急急地问陈震, 是这帮土匪, 该念哪条语录? 陈震和杨克想了半天, 实在想不起最高指示中, 有哪条语录可以惩治猎杀真秦的行为。 民工们人多势众, 又有后台撑腰, 都敢用流利的猛话跟毕利格老人骂架, 牧民们拥上去猛吼, 对立的双方都是蒙古族人, 都是贫下中农, 民族相同阶级相同, 却无法调和游牧与农耕的冲突。 杨克陈震和部分知青加入穿猛袍的队伍和穿汉装的民工对骂起来, 双方越骂越凶, 鼻子几乎对上鼻子, 眼看狼性爆裂的栏木扎布等几个马官就要动用马鞭, 包顺贵急急骑马赶到, 他冲到人群前, 用马鞭狠狠地在自己的头顶上挥了几下, 大吼一声, 都给我出嘴, 谁敢动手, 我就叫专政小组来抓人, 把你们统统关进学习班去。 众人全都不吭声了, 包顺贵跳下马, 走到碧莉阁面前说, 天鹅这玩意儿是苏修喜欢的东西, 在北京, 演天鹅的老毛子戏已经被打倒, 不让再演了, 连演戏的主角都被批斗了, 咱们这儿要是还护着天鹅, 这事传出去问题可就大了, 成了政治问题, 咱们还是抓革命, 粗生产吧, 要想加快工程进度, 就得让干活人吃上肉, 可大队又舍不得卖给他们处理羊, 让他们自个儿去弄点肉吃,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包顺贵又转身对众人说, 大忙纪捷, 都待在这儿干什么, 都干活去, 众人气呼呼地陆续散去, 杨克咽不下这口气, 他骑马奔回包, 取来三只大豹主, 对准湖面连点三炮, 砰砰砰, 六声俱响, 将大雁, 野鸭等各种水鸟, 经得四散逃飞, 包顺贵气得反身冲下山坡, 用马鞭指着杨克的鼻子大骂, 你想断了我的下酒菜, 你长几个脑袋啊? 别忘了你的反动老子, 还跟着黑帮一块劳动改造呢, 你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些工地上的人, 还有我, 都是贫下中农, 杨克瞪眼顶撞道, 到草原插队, 我首先接受牧民, 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 比利格老人和几个马官, 摟着杨克的肩膀往坡上走, 老人说, 你这回放炮, 阿爸心里高兴。 杨克后来听说, 用羊油换走了天鹅蛋的小鹏, 是一个奇物收藏爱好者, 居然懂得长期保存天鹅蛋的技巧。 小鹏是大队的赤脚医生, 他用注射器在天鹅蛋的底部扎了一个针眼, 抽出蛋清蛋黄, 又用胶水封住小孔, 这样就不必担心天鹅蛋发臭爆壳。 两个美丽但失掉了生命的天鹅蛋, 便可永久珍藏了。 他还到厂部木工房, 割了玻璃, 做了两个玻璃盒, 盒的底部垫上黄绸缎包面的毡子, 将天鹅蛋安放在绸垫上, 犹如一件珍奇的工艺品。 小鹏把这两件宝贝一直藏在箱底, 密不适人。 若干年后, 他把这两件珍藏送给了到草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一个干部, 小鹏终于借了草原天鹅的翅膀飞进了城, 飞进了大学。 第四天傍晚, 高建中赶牛回家, 他神神秘秘地对杨克和陈镇说, 老王头买的那头病牛, 让狼给掏了, 就在他们房前不远的地方。 两人听了都一愣, 杨克说, 哦, 对了, 工地上那帮人没有狗, 这下他们亏大了。 高建中说, 我去他们房前看了, 那头牛啊, 就拴在房前十几步的柱子旁边, 只剩下了牛头牛蹄子牛骨架, 肉全肯没了。 老王头气得大骂, 说这头牛是用火房半个月的菜金买来的, 往后工地上又该吃素了。 高建中笑道, 其实这头病牛也没啥大毛病, 就是肚子里有寄生虫, 老王头呢, 懂点兽医, 他弄来点药, 把牛肚子里的虫子打了, 想利用这儿的好水好草, 把牛养肥了再宰, 可没想到, 刚养胖了一点, 就喂了狼了。 杨克深深地出了一口恶气, 这帮农区来的盲牛, 哪有牧民的警觉性, 夜里睡的, 跟死猪似的, 俄伦的狼群也真够精的, 他们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些外来货, 就敢在民工的家门口掏吃牛。 杨克解恨地说, 这不是欺负贫下中农吗? 这年头谁也不敢, 就狼敢。 陈震说, 这不叫欺负, 这叫报复。 杨克忽悠常态。 唉, 在枪炮时代, 狼群已经没有太大的报复力量了, 内蒙古草原上最后一个处女天鹅湖, 还是失手了。 如果我以后还有机会回北京的话, 我可再也不敢看五具天鹅湖了, 一看天鹅湖, 我就会想起那锅天鹅肉, 还有酱油汤里的那个天鹅头, 它活着的时候是多么高贵和高傲。 我过去认为, 中国的农耕文明总是被西方列强侵略和欺负, 可没想到, 农耕文明毁坏游牧文明, 同样残酷争鸣。 高建中打断他的话, 唉, 别扯那么远, 狼群都杀到家门口了, 咱们包尤其得小心, 要是狼群一拐弯, 闻着小狼在咱们包门口, 那咱们的两群牛羊就悬了。 第六十九集 内蒙古高原的夏夜, 转眼间就冷得像到了深秋, 草原上可怕的蚊群很快就将形成公式了, 这是最后几个宁静之夜。 刚刚剪光羊毛的羊群紧紧地靠卧在一起, 悠悠反除, 发出一片咯吱咯吱磨牙年草的声音, 二郎和黄晃不时抬头仰鼻, 警惕地嗅着空气, 并带领着伊勒和三条小狗在羊群的西北边慢慢溜达巡逻。 陈镇握着手电筒, 脱了一块单人褥子大小的簪子, 走到羊群西北面, 找了一块平地, 铺好簪子, 披上破旧的薄毛皮袍, 盘腿坐下, 不敢躺下。 进入新草场后, 放羊, 下夜, 剪羊毛, 伺候小狼, 读书做笔记, 天长夜短, 睡眠严重不足, 只要他一躺下, 马上就会睡死过去, 无论大狗们怎样狂叫, 再也叫不醒他。 本来他应该趁着文群抱起之前的平安夜, 抓紧机会多睡觉, 可是他仍然丝毫不敢懈怠, 草原狼是擅长捕捉侥幸的大师。 一小群狼成功偷袭了工地的病牛之后, 他们三个人都绷紧了神经。 狼群吃掉病牛, 是给牧人的一个信号, 报告狼群进宫的目标, 已经从黄羊汉塔黄鼠转到畜群身上来了。 小黄羊早已奔月如飞, 汉塔也更加激紧, 饥饿的狼群已不满足靠抓草原鼠冲击, 转而向畜群展开攻击战。 在这新草场, 人畜立足未稳, 比利格老人召集了几次生产会议, 再三提醒各组牧民和知青不得大意, 要像狼那样, 睡觉的时候就是闭上眼睛, 也得把两只耳朵竖起来。 俄伦草原又要进入新一轮人狼大战了。 陈震每天都要把小狼的地盘彻底打扫干净, 清除狼粪、狼骚味, 还要盖上一层薄薄的沙土。 这不仅是为了狼窝的卫生, 保证小狼身体健康不得病, 更重要的是怕小狼的气味会暴露目标。 陈震最近常常琢磨当时从狼窝带回小狼仔之后的各个细节, 想得脑袋发疼, 他觉得其实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都会被母狼发现。 比如在旧营盘, 母狼就可以嗅出小狼的尿味, 他夜夜都担心狼群发动突然袭击, 血洗羊群抢走小狼。 他唯一庆幸的是, 这次开进新草场, 长途跋涉的路途中, 一直把小狼关在牛粪木箱里, 也没有让小狼下过车, 因此在路上就没有留下小狼的气味踪迹。 即使母狼嗅出旧营盘上小狼留下的气味, 他也不可能知道小狼被转移到哪里去了。 空气中似乎没有狼的气味, 三条半大的小胖狗跑到陈镇身边, 他挨个抚摸小狗们, 黄黄和依乐也跑到陈镇身边享受主人的爱抚。 只有二狼忠于职守, 依然在羊群西北边的不远处巡视, 他比普通狗更知小狼的本事, 任何时候他都像狼一样警觉。 夜风越来越冷, 羊挤得更紧, 羊群的面积又缩小了四分之一, 三只小狗都钻进了陈镇的破皮袍里面。 刚过午夜, 天黑的陈镇看不见身旁的白羊群。 后半夜, 风停了, 但寒气更重, 陈镇把狗们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岗位, 自己也站起来, 裹紧皮袍打着手电, 围着羊群转了两圈。 当陈镇刚刚坐回毡子上的时候, 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传来凄凉悠长的狼嚎声。 尾音拖得很长很长, 还带有颤音和间隙很短的顿音。 狼嚎声音质纯净, 底气充足, 具有圆润锐利的渗透力和穿透力。 站立的尾音尚未终止, 东、南、北三面大山就开始发出滴滴的回声。 在山谷、盆地、草滩和湖面慢慢地拨动徘徊, 又揉入了微风吹动尾梢的沙沙声, 变换组合出一波又一波幽缓苍凉的狼声、 尾声、风声的和弦曲。 曲调越来越冷, 把陈镇的思绪带到了蛮荒的西伯利亚。 陈镇好久没有在极为冷静清醒的深夜, 细细倾听草原狼的夜半歌声。 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剑, 裹紧皮袍, 但是仍感到那似乎从冰缝里渗出的寒冷声音, 穿透皮袍,穿透肌肤, 从头顶穿过脊椎, 一直灌到尾骨。 陈镇伸出手, 把黄黄搂进皮袍, 这才算有了点热气。 阴沉悠长的续曲刚刚退去, 几条大狼的雄性合唱又高声豪起。 这次狼嚎, 立即引来全大队各个营盘一片汹涌的狗叫声。 陈镇周围的大狗小狗也都冲向西北方向, 站在羊群的外围线急促猛吼。 二狼先是狂吼着向狼嚎的地方冲去, 不一会儿又怕狼超后路, 就又退到羊群迎着狼嚎方向不远的地方停下, 继续吼叫。 沿盆地的山坡排成长蛇阵的大队营盘都亮起了手电光, 全大队一百多条狗足足吼了半个小时, 才渐渐停下来。 夜更黑, 寒气更重, 狗的叫声一停, 草原又静得能听到尾夜的沙沙声。 不一会儿, 那条领唱的狼又开始第二遍嚎歌, 紧接着, 北、西、南三面大山传来更多更密的狼嚎声, 向三面声音俱强向银盘围过来, 大有压倒狗群叫声的气势。 全队的狗叫得更加气急败坏, 澎湃汹涌, 各家各包下夜的女人全都打着手电, 向狼的方向乱扫并拼命高叫, 尖利的声音一波接一波, 会成更有气势的声浪, 向狼群压去。 草原歌手的嗓子, 也许都是下夜喊夜驱狼练出来的。 狗杖人士, 各家好战的大狗恶狗叫得更加嚣张, 狗的肺声吼声咆哮声咆哮声挑衅声威胁声起哄声, 挫杂交汇成一片分不清古典的战鼓声, 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犹如又一次决战在即, 大狗猎狗恶狗随时就要冲出阵大杀一场。 陈震也扯着脖子乱喊乱叫, 但与草原女人和草原狗的高频尖锐之声相比,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牛犊, 微弱的喊声很快被夜空吞没。 草原许久没有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声光电的保卫战了, 新草场如此集中扎营, 使牧人的声光反击战比在旧营盘更集中更猛烈, 也给宁静的草原单调的夏夜带来紧张热闹的战斗气氛。 陈震顿时来了精神, 他想, 假如草原上没有狼, 草原民族可能会变成精神木讷的维米民族, 这个后果必将影响中原, 也许华夏民族就不用修长城了, 那么华夏民族也可能早就彻底灭亡于 没有敌国外患的死水威蓝之中。 群狼的嚎声很快被压制下去, 乌利吉和比利格老人集中扎营的部署显示出巨大的时效, 营盘牢不可破, 狼群难以下手。 陈震忽然听见铁链的哗哗声响, 他急忙跑到小狼身旁, 只见白天在防晒防光防人洞里养足精神的小狼, 此刻正张牙舞爪地上蹿下跳, 对这场人狼狗声光电大战异常冲动亢奋。 他蹦来跳去, 挣得铁链响个不停, 不断地向他的假想敌冲扑撕咬, 恨不得冲断链子, 立即投入战斗。 小狼急得呼呼哈哈的喘气, 生怕捞不到参战的机会, 简直比抢不到肉还要难受。 酷爱黑暗的狼到了黑夜, 全身的生命活力必然迸发。 酷爱战斗的狼到了黑夜, 全身求战的冲动必须发泄。 黑夜是草原狼打家劫舍, 大块吃肉, 大口喝血, 大把分猎物的大好时光。 可是一条铁链将小狼锁在了如此狭小的牢地里, 使他好战, 更好夜战的天性狼性憋得更加浓烈, 就像一个被堵住出气孔的高温锅炉, 随时都可能爆炸。 小狼冲不断铁链, 开始发狂发怒, 求战不得的狂暴, 将他压缩成一个毛球, 然后突然炸出冲入狼圈的跑道, 以冲锋陷阵的速度转圈风跑, 边跑边扑边空咬, 有时会突然一个急停, 跟上就是一个猛扑, 再来一个就地前滚翻, 然后合嘴咬牙甩头, 好像真的扑住了一个巨大猎物, 正咬住要害部位置猎物于死地。 过了一会儿, 小狼又眼巴巴地站在狼圈北端, 紧张地数耳静听, 一有动静, 他马上又会狂热地厮杀一通。 小狼的战斗本能, 已被紧张恐怖的战争气氛, 刺激得蓬蓬勃勃, 他似乎根本分不清敌我, 只要能让他参战就行, 至于加入哪条战线则无所谓, 不管是杀一条小狗或是杀一条小狼, 他都高兴。 小狼一见到陈震便激动地扑了上来, 却够不着他, 就故意退后几步让陈震走进狼圈。 陈震有些害怕, 他向前走了一步, 刚蹲下身, 小狼一个恶虎扑石, 抱住他的膝头张口就要咬。 幸亏陈震早有防备, 急忙拿手电筒挡住小狼的鼻子, 强光刺得小狼闭上了嘴, 陈震心里有些难受, 看来小狼被憋意得太苦了。 全队的狗又狂吼起来, 家中的几条狗围着羊群又跑又叫, 有时还跑到小狼旁边, 但很快又冲到羊群北边, 根本忘记了小狼的存在。 三条小狗俨然以正式参战的身份, 叫得哪声哪气, 吼得煞有介事, 使得近在咫尺的小狼, 气得浑身发抖。 他的本性, 自尊心, 求战心, 受到了莫大的轻视和伤害, 那种痛苦, 只有陈震能够理解。 他料想, 小狼无论如何, 也不会甘于充当这场夜战的局外者的。 小狼歪着头, 羡慕地听着大狗具有雄性战斗性的吼声, 然后低头沉思片刻, 他似乎发现了自己不会像狗们那样狂叫, 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但小狼立即决定要改变目前的窘况, 他张了张嘴, 显然是想要向狗们学狗叫了。 陈震深感意外, 他好奇地蹲下来仔细观察, 小狼不断地憋气张嘴, 十分费力地吐出呼呼哈哈的怪声, 就是发不出汪汪或嗡嗡的狗叫声。 小狼十分恼火, 他不甘心, 又吸气憋气收腹放腹, 极力模仿狗吼叫的动作, 但是发出的仍然是狗不狗狼不狼的憋哑声, 急得小狼原地直打转。 陈震看着小狼的怪样子只想乐, 小狼还小, 他连狼嚎还不会, 要发出狗叫声太难为他了。 虽然狗与狼有着共同的祖先, 可是二者进化得越来越远, 大多数狗都会模仿狼嚎, 可狼却从来不学狗叫, 可能大狼们根本就不屑发出狗的声音。 然而此时, 在狗叫声中长大的小狼却极想学狗叫, 可怜的小狼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小狼在焦虑急躁之中, 学习模仿的劲头仍是丝毫不减, 陈震弯腰凑到他耳旁, 大声学了一声狗叫。 小狼似乎明白主人想教他, 眼里露出笨学生的难为情, 转而又射出凶学生恼羞成怒的目光。 二狼跑过来, 站在小狼的身旁, 慢慢地一声接一声高叫, 像一个耐心的老师。 突然, 陈震听到小狼发出了晃晃的声音, 节奏已像狗叫, 但就是发不出汪汪的音。 小狼兴奋地原地蹦高, 去舔二狼的大嘴巴。 以后, 小狼每隔六七分钟, 就能发出慌慌的声音, 让陈震笑得肚子疼。 这种不狼不狗的怪声, 惹得小狗们都跑来看热闹, 并引起大狗小狗一片哼哼唧唧的嘲笑声。 陈震笑得前仰后合, 每当小狼发出慌慌的声音, 他就故意接着喊张张。 迎盘战场出现了慌慌张张, 极不和谐的怪声。 小狼可能意识到, 人和狗都在嘲笑他, 于是他叫得越发慌慌张张了。 小狗们乐得围着小狼直打滚, 过了几分钟, 全队的狗叫声都停了。 小狼没有狗们领唱, 他又发不出声来了。 狗叫声刚停, 三面大山又传来狼群的嚎声。 这场声战精神战来回斗了四五个回合, 人和狗终于都喊泪了。 狼群擅长巧声突袭, 连集团冲锋的时候都静得像死神, 而此夜却如此大张旗鼓, 大嚎大吼, 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并没有强攻的意图。 当三面大山再次传来狼嚎声, 人的声音已经停止, 手电也已熄灭, 连狗的叫声也敷衍起来, 而狼群的嚎声却更加嚣张。 陈震感到, 其中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可能狼群发现人狗的防线太集中太严密, 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的疲劳消耗战术, 等到把人狗的精神体力耗尽了, 才采取偷袭或突袭战。 可能这场声音麻痹战将会持续几夜。 陈震想起八路军游击队敌注我扰的战术, 还有把点燃的鞭炮放在洋油桶里, 用来模仿机关枪吓唬敌人的战法。 但是这类声音疲劳扰敌战, 草原狼却在几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 第七十集 陈震躺在簪子上, 让黄黄趴下当他的枕头。 没有人喊狗时, 他可以细细地倾听狼嚎的音速音调, 反复琢磨狼的语言。 来到草原以后, 陈震一直对狼嚎十分着迷, 狼嚎在华夏名声极大, 一直是中原居民闻之丧胆的声音, 以致中国人总是把鬼哭与狼嚎相提并论。 到草原以后, 陈震对狼嚎以习以为常, 但是他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乌嗷乌嗷的狼嚎声 总是那么漆黄苍凉, 如气如素, 悠长哀伤呢? 确实像是关内坟地里丧妇的女人那种凄惨的长哭。 陈震从第一次听到狼的哭腔, 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么凶猛不可一世的草原狼, 他的内心却有那么多的痛苦哀伤? 难道在草原生存太艰难, 狼被饿死, 冻死, 打死的太多太多, 狼是在为自己凄惨的命运悲毫吗? 陈震一度觉得, 貌似凶悍顽强的狼, 他的内心其实是柔软而脆弱的。 但是跟狼打了两年多的交道, 尤其是这大半年, 陈震渐渐否定了这种看法, 他感到, 古硬心硬命更硬的草原狼, 个个都是硬婆铁汉, 他们总是血战到底, 死不低头。 狼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软弱这个字眼, 即便是母狼丧子, 公狼受伤, 断腿断爪, 那暂时的痛苦只会给狼伺机报复, 变得愈加疯狂。 陈震养了几个月的小狼, 使他更确信这一点, 他从未发现小狼有软弱尾米的时候, 除了正常的困倦以外, 小狼始终双目炯炯, 精神抖擞, 活泼好动, 即使他被马官差点拽断脖子要了性命, 可是仅过了一会儿, 他又糊糊又生气了。 陈震又听了一会儿狼嚎, 分明听出了一些狂妄威吓的意思, 可为什么威吓人畜 也要用这种哭腔呢? 最近一段时间, 狼群没有遭到天灾人祸的打击, 好像没有痛苦哀伤的理由。 难道, 像有些牧民说的那样, 狼的哭腔是专门把人畜哭毛、哭慌, 搅得人毛骨悚然, 让人不战自败? 草原狼莫非还懂得挨兵必胜, 或是精神恐吓的战略思想? 这种说法, 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为什么狼群互相呼唤, 寻偶寻友, 组织战役, 向远方亲友通报敌情, 招呼家族打围, 或分享猎物的时候, 也使用这种哭腔呢? 这显然与心理战无关。 那么, 草原狼发出哭腔到底出于何种原因? 陈震的思考如同锥子一般往疑问的深处扎去, 他想, 刚毅强悍的狼虽然也有哀伤的时候, 但他们绝不会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喜怒哀乐的情绪下都在那里哭, 哭绝不会成为狼性格的基调。 听了大半夜的狼嚎狗叫, 陈震的脑袋越来越清醒, 往往比较和对比是解开秘密的钥匙, 他突然意识到, 在狼嚎与狗叫的差异中可能隐藏着答案。 陈震又反复比较着狼嚎和狗叫的区别, 他发现狗叫短促, 而狼嚎悠长, 这两种叫声的效果极为不同, 狼的悠长嚎声要比狗的短促叫声传得更远更广, 大队最北端蒙古包传来的狗叫声, 就明显不如在那附近的狼嚎声听得真切, 而且陈震隐隐还能听到东边大山深处的狼嚎声, 但狗叫声绝不会传得那么远。 陈震渐渐开窍, 也许狼之所以采用凄凉哭腔作为狼嚎的主调, 是因为在千万年的自然演化中, 他们渐渐发现了哭腔的悠长脱音, 是能够在草原上传得最远最广最清晰的声音, 就像近听笛子远听霄一样, 短促响亮的笛声, 确实不如乌叶悠长的销声传得远。 古代草原骑兵使用拖音低沉的牛角号传令, 寺庙的钟声也以悠长送远而闻名天下。 草原狼善于长途奔袭, 分散侦察, 集中袭击, 狼又是典型的集群作战的猛兽, 他们战斗捕猎的活动范围辽阔广大, 为了便与长距离通讯联络, 团队作战, 狼群便选择了这种草原上最先进的联络讯号声。 残酷的战争最看重时效, 至于是哭还是笑, 好听不好听, 那不是狼所需要考虑的。 强大的军队需要先进的通讯手段, 先进的通讯手段又会增强军队的强大。 古代狼群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草原上最先进的通讯豪音, 才大大的提高了狼群的战斗力, 成为草原上除了人以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甚至将虎豹熊等个体更大的猛兽逐出草原。 陈震又想, 狗之所以被人驯服成家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能就是远古狗群的通讯落后, 因而被狼群打败, 最后只好投靠在人的门下养人鼻息。 草原狼的自由独立, 勇猛顽强的性格是有其超强本领作为基础的。 人也是这样, 一个民族自己的本事不高, 性格不强, 再想独立自由, 民主富强也只是空想。 陈震不禁在心里常叹, 亦高狼胆大, 胆大亦欲高。 草原狼对人的启示和教诲真是无穷无尽, 看来曾经横扫世界的草原骑兵在通讯手段上也受到了狼的启示, 古战场上悠长的牛角号声曾调集了多少草原骑兵, 号令了多少场战斗啊。 狼群的嚎声渐渐息落, 忽然, 一声奶声嫩气的狼嚎从羊群和蒙古包后面传来, 陈震顿时吓得一机灵, 狼居然抄了羊群的后路, 二郎带着所有的狗猛吼着冲了过去, 陈震一咕噜爬起来, 抄起马棒和手电也跟着冲了过去, 冲到蒙古包前, 只见二郎和大狗小狗围在小狼的狼圈外, 都惊奇地冲着小狼乱哼哼。 电筒光下, 陈震看见小狼蹲聚在木桩旁边, 鼻尖冲天, 仰天长嚎。 那一声狼嚎, 竟然是从小狼喉咙里发出来的。 小狼居然会狼嚎了, 这是陈震第一次听到小狼长嚎, 他原以为小狼要完全长成标准的大狼才会狼嚎。 没想到, 这条四个月狼铃的半大小狼, 这一夜突然就发出了乌液悠长的狼嚎声, 那声音和动作, 嚎得和真正的野狼一模一样。 陈震兴奋地, 真想把小狼紧紧抱在怀里再亲他一口, 但他不愿打断小狼出展割喉的兴奋, 也想最近距离地欣赏自己宝贝小狼的歌声。 陈震比一个年轻的父亲, 听到自己宝贝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还要激动, 他忍不住轻轻抚摸小狼的背毛, 小狼高兴地舔了一下他的手, 又继续隐行高歌。 狗们都糊涂了, 不知道该咬死他还是制止他。 在同仇敌凯勘养狗的阵线里, 突然出现了仇敌的嚎声。 小组的狗队阵营顿时大乱, 邻居关部家的狗也突然停止了叫声, 有几条狗甚至跑到陈震的家门口来看个究竟, 并随时准备支援。 只有二狼欣喜地走进狼圈, 舔舔小狼的脑袋, 然后趴在他的身旁, 倾听他的嚎声。 黄黄和依乐, 恶狠狠地瞪着小狼。 这一刻, 小狼稚嫩的嚎声, 把他在狗群里生活了几个月, 模糊暧昧的身份不打自招了。 他不是一条狗, 而是一条狼, 一条与狗群毫费大战的野狼, 没有任何区别的狼。 但是, 黄黄和依乐, 见主人笑眯眯地望着小狼, 抚摸小狼, 敢怒不敢言。 邻家的几条大狗, 看着人狗狼和平共处, 一时也弄不清, 他到底是狗还是狼, 他们歪着脑袋怀疑地看了几眼这个奇怪的东西, 便兴兴地回家了。 陈震蹲在小狼身边, 听他的长嚎, 仔细观察狼嚎的动作。 陈震发现, 小狼开始嚎的时候, 一下子就把鼻尖抬起, 把他的黑鼻头直指中天。 陈震欣赏着小狼轻柔绵长均匀的鱼音, 就像月光下, 一头小海豚正在水下用它长长的鼻头, 轻轻点拱平静的海面, 海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波纹, 向四周均匀扩散。 陈震顿悟, 狼鼻朝天的嚎叫姿态, 也是为了使声音传得更远, 传向四面八方。 只有鼻尖冲天, 嚎声才能均匀地扩散音波, 才能使分散在草原四面八方的家族成员, 同时听到他的声音。 狼嚎哭腔的悠长拖音, 狼嚎仰鼻冲天的姿态, 都是草原狼为适应草原生存和野战的实践, 而创造出来的。 草原狼进化得如此完美, 如此成功, 不愧是藤格里的杰作, 而且, 草原骑兵的牛角号的发音口, 也是指指天空的, 牛角号悠长的音调和指天的发声, 与草原狼嚎的音调和方向完全一样,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看来, 古代草原人早已对草原狼嚎的音调和姿态的原因, 做了深刻的研究, 草原狼教会了草原人太多的本领。 陈阵浑身的热血涌动起来, 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 在内蒙古草原的最深处, 此前大概还没有一个人能抚摸着狼狈倾听狼的豪歌。 紧贴着小狼倾听狼嚎声, 真是太清晰了。 小狼的嚎声柔嫩、圆润、纯净, 虽然也是那种标准的狼嚎哭腔, 但声音中却没有一点悲伤。 相反, 小狼显得异常兴奋, 他为自己忠于能高声长歌而激动无比, 一声比一声悠长、高昂、积悦。 小狼像一个初登舞台就大获成功的歌手, 亢奋地赖在台上不肯谢幕了。 尽管几个月来, 小狼常常做出令陈震吃惊的事情, 但是此时陈震还是又一次感到了震惊。 小狼学狗叫不成, 转而改学狼嚎, 一学集成, 一嚎成狼。 那狼嚎声虽然可以模仿狼群, 但是长嚎的姿态呢? 黑暗的草原, 小狼根本看不见大狼是用什么姿态嚎的, 可他竟然又一次无师自通。 小狼学狗叫勉为其难, 可学狼嚎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真是狼性使然。 小狼终于从学狗叫的歧途回到了他自己的狼世界。 小狼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小狼长大了, 从此将长成一条真正的草原狼。 陈震深感欣慰。 然而, 随着小狼的嚎声一声比一声熟练, 高亢, 嘹亮, 陈震的心像被小狼爪抓了一下, 突然揪紧了。 偷来的罗敲不得, 可是偷来和偷养的小狼, 却自己大张旗鼓地敲打起来了, 唯恐草原上的人狗狼不知道它的存在。 陈震暗暗叫苦, 我的小祖宗, 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和狗想打死你, 有多少母狼想抢你回去? 你为了躲避人挖了一个洞, 把自己藏起来, 你这一毫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这不是自杀吗? 陈震转念一想, 又突然意识到, 小狼不顾生命危险冒死长吼, 肯定是他想让他的爸爸妈妈来救他。 小狼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后, 立刻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一条汪汪叫的狗, 而是野外游荡长吼的那些黑影中的一员。 荒野的呼唤, 在呼唤荒野, 小狼天性属于荒野, 陈震出了一身冷汗, 感到了来自人群和狼群两方面的巨大压力。 小狼突然运足了全身的力气, 发出了一声音量最大的狼嚎。 第七十一集 对于小狼的长嚎, 陈镇以及草原上的人群、狗群和远处的狼群最初都没有反应过来, 小狼给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仓促中仍是狼群的反应最快。 当小狼发出第三声、第四声娇嫩悠长的嚎声时, 三面大山的狼群刹那间寂静无声, 有的狼嚎的尾音还没有脱足脱垢, 就戛然而止,把剩下的嚎声吞回狼渡。 陈镇猜想, 在人的营盘传出标准的狼嚎声, 这是所有草原上的狼王、老狼、头狼和母狼闻所未闻的事情。 陈镇可以想象狼们的吃惊程度。 狼们可能想, 难道是一条不听命令的小狼擅自闯入人的营盘了? 那也不对啊, 小狼误入营盘, 按常理, 它马上会被恶狗猛犬撕碎, 可是为什么听不到小狼的惨叫呢? 而且小狼居然还安全愉快地嚎个没完。 那么, 难道不是一条小狼, 而是一条会学狼嚎的小狗? 陈镇试着按照狼的逻辑进一步推测, 可老狼、头狼们从来没听到过能发出如此精确, 只有狼所独有的嚎声的狗叫。 那么难道是人养了一条小狼? 可草原上自古到今只有狼养人, 而从没有人养狼的事情。 就算是人养了条小狼, 这是谁家的狼仔呢? 在春天, 人和狗掏了不少狼窝的狼仔, 可那时的狼仔还不会好, 母狼们也听不出这条小狼是谁家的孩子。 狼群肯定是懵了, 慌了和糊涂了, 陈镇估摸, 此刻狼们正大眼瞪小眼, 谁也发不出声音来。 一个来自北京的知青, 违反草原天条的莽撞行为, 使老狼头狼们全傻了眼, 但是狼群迟早会听出这是一条真的狼。 那些春天丧子的母狼, 也肯定会草原烈火般地燃起, 寻子夺子的一线希望。 小狼突如其来的自我暴露, 是陈镇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突现眼前。 草原上第二批对小狼的嚎声做出反应的, 是大队的狗群。 刚刚开始休息的狗群, 听到营盘内部发出狼嚎声, 吃惊不小。 狗们判断, 准时狼群趁人狗疲乏, 突袭了一家的羊群, 于是全队的狗群突然集体狂吠起来, 他们好像有亏于自己的职责, 全都以这一夜最凶猛疯狂的劲头吼叫。 把接近凌晨的草原吼得个天翻地覆。 狗群准备拼死一战, 并警报主人们, 狼群正在发动全面进攻, 赶快持枪应战。 草原上反应最迟钝的却是人, 绝大部分夏夜的女人都累困得睡着了, 没有听到小狼的常好, 他们是被极为反常和猛烈的狗叫声惊醒的。 近处远处, 各家女人尖利的嗓音又响起来了, 无数手电的光柱扫向天空和山坡, 谁也没想到, 在文群大规模出动之前, 狼群竟提前进攻了。 陈镇被全队狗群震天的声浪吓蒙了头, 这都是他惹的祸, 他不知道天亮以后怎样面对全大队的指责, 他真怕一群牧民冲到他家把小狼抛上藤阁里, 可是小狼还在嚎个不停, 他快乐得像是在过成人节。 小狼毫无收场的意思, 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 又兴冲冲地尝嚎起来。 天色已褪去深黑, 无下夜的女人们就要起来挤奶。 陈镇急得一把搂住小狼, 又用左手狠狠握住小狼的长嘴巴, 强行制止他发声。 小狼哪里受过这等欺负, 立即拼出全身力气, 狂暴挣扎。 小狼已是一条半大的狼了, 陈镇没想到小狼的力气那么大, 他一只胳膊根本就按不住他, 而握住狼嘴的手又不敢松开, 此时放手, 他非得被小狼咬伤不可。 小狼疯狂反抗, 他翻脸不认人, 两眼胸光毕露, 两个小小的黑瞳孔向两根钢锥, 直刺陈镇的眼睛。 小狼的嘴甩不脱陈镇的手, 他就用两个狼爪拼命地乱抓乱刨。 陈镇的衣裤被撕破, 右手手背和手臂也被抓了几道斜口子。 陈镇疼得大叫杨克杨克, 门开了, 杨克光着脚冲了过来, 两人使足了劲, 才把小狼牢牢地按在地上。 小狼呼呼喘气, 两个爪子在沙地上刨出两个小坑。 陈镇手背上渗出了血, 两人只好齐声喊, 一二三同时松手, 然后跳出狼圈。 小狼不肯罢休, 猛扑过来, 但被铁链死死勒住。 杨克急忙跑进蒙古包, 从药箱拿出绷带和云南白药, 给陈镇上药包扎。 高剑忠也被吵醒了, 爬起来走出门外, 气得大骂。 狼啊, 个个都是白眼狼, 你天天像侍候大爷似的侍候他, 他竟敢咬你, 你们下不了手, 我下手, 待会儿我就杀了他。 陈镇急忙摆手。 别别别, 这次不怪小狼, 我攥住了他的嘴, 他能不激眼吗? 天已微微发白, 小狼的狂热还没有退烧, 他活蹦乱跳喘个不停, 一会儿又蹲坐在狼圈边缘, 眼巴巴地望着西北方向, 抬头仰鼻又咬长嚎, 却没想到, 经过刚才那一阵搏斗, 小狼竟把尚未熟练的狼嚎声忘了, 突然发不出声来, 憋了几次, 结果又发出荒荒花花的怪声, 二狼乐得直咬尾巴, 三个人也乐出了声。 小狼恼羞成怒, 竟然冲二狼干爹皱鼻呲哑。 陈震发愁地说, 小狼会嚎了, 跟野狼嚎得一模一样, 全队的人可能都听到了, 这下麻烦就大了, 怎么办呢? 高建忠坚持说, 快把小狼杀了, 要不以后狼群夜夜围着羊群嚎, 一百多条狗跟着叫, 吵得全队不下夜的人, 还能睡好觉吗? 要是再掏了羊群,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杨克说, 可不能杀, 咱们还是悄悄把小狼放了吧, 就说他正断铁链逃跑了。 陈震咬牙说道, 不能杀, 也不能放, 坚持一天算一天, 要放也不能现在放, 盈盘边上到处都是别人家的狗, 一放出去, 就得让狗追上咬死。 这些日子, 你天天放羊吧, 我天天下夜看羊群, 白天守着小狼。 杨克说, 只好这样了, 要是大队下了死令, 非杀小狼不可, 那咱们就马上把小狼放跑, 把小狼送得远远的, 到没狗的地方再放。 高剑忠哼了一声。 你俩尽想没事, 等着吧, 待会儿牧民准保打上门, 我被他吵了一夜没睡好, 头疼得要命, 我倒想杀了他。 早茶未吃完, 门外就响起马蹄声, 陈震杨克吓得慌忙出门, 乌立吉和毕利格老人已经来到门前, 两人并未下马, 正在围着蒙古包转圈找小狼, 转了两圈, 才看到一条铁链通到地洞里。 老人下了马, 探头看了一眼, 说, 怪不得找不见, 藏这儿了。 陈震杨克急忙接过缰绳, 把两匹马拴在牛车轱辱上, 两人一句话也不敢说, 准备听后发落。 乌立吉和毕利格蹲在狼圈外面, 往洞里看。 小狼正侧卧休息, 非常讨厌陌生人打扰, 他发出呼呼的威胁声, 目光凶狠。 地里格老人说, 哦, 这小崽子长这么大了, 比野地里的小狼还大。 老人又回头对陈震说, 你还真宠着他, 想着给他挖个凉洞。 这阵子我还想啊, 你把小狼拴在毒褶头底下, 不用人杀他, 晒也把他晒死了。 陈震小心地说, 阿爸, 这个洞不是我挖的, 是小狼自个儿挖的, 那天他快晒死了, 自个儿转悠了半天, 想出了这个法子。 老人露出惊讶的目光, 盯着小狼看, 停了一会儿, 说, 没母狼交, 他自个儿也会掏洞, 哎呀, 心血疼恶力, 还不想让他死。 乌立吉说, 狼脑子就是好使, 比狗强多了, 好些地方比人都聪明。 陈震的心统统跳个不停, 他喘了一口气说, 我也纳闷呢, 这么小的狼, 怎么就有这个本事呢? 把他抱过来的时候, 他还没开眼呢, 连狼妈都没见过。 老人说, 狼有灵性, 没狼妈交, 腾个礼就不会交他吗? 昨夜里, 你瞅见小狼冲天豪了吧, 草原上, 牛羊马狗狐狸, 黄羊汉塔, 叫起来全不是冲着天, 只有狼冲着天豪, 这是为啥?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 狼是腾个礼的宝贝疙瘩, 狼在草原上碰见麻烦, 就冲天尝好, 求腾个礼帮忙。 狼那么多的本事, 都是从腾个礼那儿求来的, 草原上的狼啊, 早就会早请示晚会报了, 草原人遇上大麻烦, 也要抬头恳求腾个礼。 草原万物, 只有狼和人敬腾个礼。 老人看小狼的目光柔和了许多, 他又说, 草原人敬拜腾个礼, 还是跟狼学的呢。 蒙古人还没来到草原的时候, 狼早就天天夜夜抬头, 对腾个礼尝毫了。 活在草原太苦, 狼心里更苦。 夜里, 老人们听着狼嚎, 常常会伤心落泪。 陈震心头一震, 在他的长期观察中, 茫茫草原上确实只有狼和人 对天长嚎或莫岛。 草原人和狼 活在这片美丽而贫瘠的草原上 太艰难了, 他们无以排遣, 不得不常常对天倾诉。 从科学的角度看, 狼对天长嚎, 是为了使自己的声音讯息 传得更远, 更广, 更均匀。 但陈震从情感上, 却更愿意接受 比利格阿爸的解释。 人生若是没有某些神性的支撑, 生活就太无望了。 想到这儿, 陈震的眼圈发红。 老人转身看着陈震说, 别把手藏起来, 是让小狼抓的吧? 昨晚上我全听见了。 孩子, 你以为我是来杀小狼的吧? 今儿早上就有好几拨马棍、 羊棍上我家告你的状, 让大队处死小狼。 我呢, 和老吴商量过了, 你还接着养吧, 可得多加小心。 唉, 真没见过像你这样迷郎的汉人。 陈震愣了几秒钟, 才吃惊地问。 啊, 真让我接着养啊? 为什么? 我也真怕给队里造成损失, 怕给您添麻烦。 我正打算给小狼做一个皮条嘴套, 不让他好。 乌立吉说。 晚了, 母狼全都知道你家有一条小狼了。 我姑妈, 今天夜里狼群准来, 不过, 我们俩让各组的营盘扎得这么密, 人多狗多枪多, 狼群不好下手。 我就怕, 以后回到秋操场, 营盘一分散, 那你们抱就危险了。 陈震说。 到时候, 我家的三条小狗长大了, 有五条大狗, 再加上二狼这条沙狼狗, 我们下夜的时候, 再勤往外跑, 还可以点大爆竹, 我们就不怕狼了。 立立格老人说。 到时候再看看吧。 陈震还是不放心, 忍不住问。 阿爸, 那么多的人让您下令处死小狼, 您怎么跟他们说呀? 老人说。 这些日子, 狼群专掏马鞠子, 马群损失太大, 要是小狼能把狼群招到这儿来, 马群就可以减少损失, 马官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马群再不能出事了。 乌立吉也对陈震说。 你养小狼倒是有这么一个好处, 能减轻马群的压力。 你千万别让小狼咬了,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前些日子, 有一个民工夜里去偷牧民家的干牛粪, 让牧民的狗咬伤了, 差点得了狂犬病送了命。 我已经叫小鹏上场部再领一些药。 老人和乌立吉骑上马去了马群, 走得急匆匆。 马群一定又出事了。 陈震望着两股黄尘, 心里不知是轻松还是紧张。 第七十二集 陈震拿出家里最后两根肉条, 再加了一些羊油, 给小狼煮了一锅愁肉粥。 小狼食量越来越大, 满满一盆肉粥还不能把它喂饱。 陈震叹了口气, 进蒙古包抓紧时间睡觉, 争取养族精神, 准备应对这夜更危险的夜战。 到午后一点多钟, 他被一阵叫声寒醒, 急忙跑出了门。 张继元骑着一匹驮着东西的大马, 走到蒙古包门前空地, 那匹马前半身全是血, 一惊一乍, 不肯靠近牛车。 狗们一拥而上, 把人马围住猛摇尾巴。 陈震揉了揉, 还未睡醒的眼睛, 吓了一跳。 张继元的马鞍上竟然驮着一匹受伤的马鞠子, 他慌忙上前牵住马龙头, 稳住大马。 马鞠子疼得抬头挣扎, 胸颈的几个血洞仍在流血, 染红了马鞍马身。 大马惊恐地瞪大了眼, 鼻孔喷着粗气, 一条前腿不停地打颤, 另一条腿不时刨地堕蹄。 张继元坐在安后马屁股上, 下马很困难, 又怕血淋淋的马鞠摔落到马蹄下, 惊诈了坐骑。 陈震连忙腾出一只手, 攥住了小马鞠的一条前腿。 张继元费力地把右脚退出马蹬, 小心下了马, 几乎摔倒在地。 两人在大马的两侧, 抬起马鞠, 轻轻放到地上。 大马急转身, 瞪大眼, 挨挨地看着马鞠。 小马鞠已经抬不起头, 睁大了美丽的黑眼睛, 哀求地望着人, 疼得嘶嘶地叫。 前蹄称帝, 但已经站不起来了。 陈震忙问, 还有救吗? 张继元说, 巴图已经看过伤口, 他说肯定是没救了, 咱们好久没吃肉了, 趁他还活着, 赶紧杀吧。 沙次冷刚给比利阁家, 也送去了一匹咬伤的马鞠。 陈震心里咯噔一下, 他给张继元打了一盆水, 让他洗手, 又忙问。 马鞠又出事了, 损失大不大? 张继元丧气地说, 别提了, 昨天一晚上, 我和巴图的马群就被狼吃了两匹马鞠, 咬伤一匹, 杀死狼那群马更惨, 这几天被狼一口气掏了五六匹, 别的马群还不知道, 损失肯定也不少, 队里的头头都去了马群。 陈震说, 昨天夜里, 狼群围着大队营盘毫了一夜, 狼群都集中在我们这儿, 怎么又跑到马群那去了呢? 张继元说, 这就叫做群狼战术, 全面出击, 四面开花, 升东击西, 互相掩护, 阳攻加主攻, 能攻则攻, 攻不动就牵制兵力, 让人顾头顾不了尾, 顾东顾不了西。 狼群的这招, 要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更厉害。 张继元洗完手, 又说, 赶紧把马鞠杀了吧, 等马鞠死了再杀, 就放不出血, 血瘀在肉里, 肉就不好吃了。 陈震说, 都说马官狼性最足, 一点也不假, 你现在有马官的派头了, 口气越来越大, 有点古代草原武士的凶残劲了。 陈震把铜饼蒙古刀, 递给张继元, 还是你下刀吧, 杀这么漂亮的小马鞠, 我下不了手。 张继元说, 这马鞠是狼杀的, 又不是人杀的, 跟人性善恶没关系, 哎, 算, 我杀就我杀, 说好了, 我只管杀, 剩下剥皮, 开糖, 蟹肉的活, 就全是你的了啊。 陈震一口答应, 张继元接过刀, 踩住马鞠侧胸, 按住马鞠脑袋, 又按照草原的传统, 让马鞠的眼睛直对藤格里, 然后一刀戳进脖子, 小断颈动脉, 马血已经喷不出来, 但还能流淌。 张继元像看一只被杀的羊一样, 看着马鞠挣扎断气, 狗们都流着口水咬尾巴, 小狗们拥上钱去舔吃地上的马血, 小狼闻到了血腥味, 也早已窜出洞, 冲拽铁链, 馋得狼眼射出胸光。 张继元说, 前几天, 我已经杀过一匹马鞠, 没这匹个儿大肉足, 我和几个马官, 吃了两顿马鞠肉馅包子, 马鞠肉特嫩特香, 夏天吃马鞠肉包子, 草原牧民本是迫不得已, 千百年下来, 马鞠肉包子倒成了草原出名的美味佳肴了。 张继元洗净了手, 坐在木桶水车的车园上, 看陈震剥马皮, 陈震剥出了马鞠肥嫩的肉身, 也乐了。 这马鞠子个头真不小, 快顶上一只大公羊了, 哎呦, 这一个月我都不知道肉味了, 人还好说, 小狼快让我养成羊了, 再不给他肉吃, 他就要学羊叫了。 张继元说, 这匹鞠子是今年最早生下来的, 爹妈个头大, 她的个头当然也就大了, 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啊, 过几天我再给你们拖一匹回来。 夏季呢是马群的丧季, 年年如此, 这个季节母马正下鞠子, 狼群最容易得手的就是马鞠, 每个马群隔三差五就得让狼掏吃一两匹鞠子, 真是防不胜防。 这会儿马群的产期刚过, 每群马差不多都新添了一百四五十匹鞠子吧, 俄伦草好, 母马奶水足, 马鞠长得快, 一个个又调皮好动, 而马子和母马真管不过来。 陈震把马鞠的头、胸、颈、 这些被狼咬过的部分用斧子剁下来, 又放到砧板上剁成小块, 六条狗早已把陈震和马鞠 围得水泄不通, 五条狗尾摇得像秋风中的芦花, 只有二狼的肠尾像军刀一样伸的笔直, 一动不动地看着陈震怎样分肉。 多日不知新鲜肉味的小狼 闻到了血腥急得团团转, 急出了慌慌哗哗的狗叫声。 肉和骨头分好了, 仍是三大份三小份, 陈震将半个马头和半个脖子递给二狼, 他摇摇尾巴叼住肉时, 就跑到牛车底下的阴凉处享用去了。 黄黄、伊勒和三条小狗也分到了自己的那份, 各自跑到牛车和蒙古包的阴凉处。 陈震等狗们分散了, 才把他挑出的马鞠胸肉和胸骨 剁成小块, 放到小狼的石盆里, 足有大半盆, 再把马鞠胸腔里残存的血浇在肉骨上, 然后高喊,"小狼!小狼!开饭了!" 向小狼走去。 小狼的脖子早已练得薄皮厚刃, 一见到带血的鲜肉, 就把自己勒得像牛拉水车爬坡一样 勒出了小溪式的口水。 陈震将石盆飞快地推进狼圈, 小狼像大野狼铺活马鞠一样铺上马鞠肉, 并向陈震撕牙咆哮,赶他走。 陈震回到马鞠皮旁, 继续踢骨、蟹肉, 一边用眼角扫尸着小狼。 小狼正狂吞海塞, 并不时警觉地瞟着人和狗, 身体弯成弓形, 随时准备把石盆里的鲜肉 丢进自己的洞里。 陈震问张继元," 哎,牧民吃不吃马鞠的内脏?" 张继元说," 被狼咬伤的马鞠的内脏, 牧民是不吃的。 陈震就先把马鞠的胃包 大肠小肠掏出来, 扔到炉灰堆旁边, 随狗们去抢。 然后从蒙古包里 拿出两个空肉盆, 把马鞠的心、肝、肺、 腰子、气管 成了满满两盆, 放在包里晚架下的阴凉处, 留作下一顿的狼食和狗食。 陈震问," 难道你们马官拿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张继元说," 当了快两年的马官, 我觉得草原游牧, 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马群。 一群马四五百匹, 只配备两个马官。 现在加了一个知青也不够, 两三个人黑白白轮流倒, 一个人看马群, 哪能看得过来呢?" 陈震问," 那为什么不给马群多配备几个马官?" 张继元说," 马官是草原上的飞行员, 属于高男公主, 培养一个合格马官不容易, 要花很长时间。 草原上, 谁也不敢让不合格的马官放马, 弄不好, 一年就能损失半群。 还有啊, 马官太苦, 太累, 太担风险。 冬天夜里的白毛风, 零下三四十度, 圈马常常要圈上一整夜, 就是穿上三层皮袍, 也可能冻僵, 冻掉脚趾头。 夏天呢, 蚊子能把人和马的血吸干。 好多马官, 往往干上十年八年, 就干不下去了, 或者改行, 或者受伤退役。 咱们大队的四个知青马官, 不到两年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草原上马官常常不够用, 哪儿还能给马群多匹配呢? 马群流动性太大, 速度又快, 马群里, 母马, 小马, 烟马多, 胆子小, 容易精群。 马官在小包里, 只做一顿饭的功夫, 马群就可能跑没影了。 一丢马群, 往往就得找上好几天, 饿上好几天。 在这几天里, 狼群就可以敞开追傻马具了。 哎, 上次四组的马官, 马师前蹄摔伤了头, 一群马, 一夜之间就跑出了边境, 场部通过边防站, 花了十几天才要回马群。 这十几天里马群没人管, 损失就更大了。 陈振问, 两国关系那么紧张, 人家怎么没把马扣下? 张继元说, 啊, 那倒不会, 两国早就有协定, 只要边防站, 报准马群越境的时间, 地点和数量, 尤其是尔马子的投数和茅塞, 人家都会派人把马群送过来的, 咱们这边也是一样。 可是马群在途中, 被狼咬死吃掉的, 双方的边防站都不负责任。 有一回, 人家报了一百二十多匹, 可咱们派人找了两天, 才找到九十多匹。 马官说, 那些没找到的, 多半被狼吃掉了。 陈振抓住机会盯着问, 我一直搞不明白, 马群为什么经常会玩命地跑呢? 张继元说, 原因多着呢, 冬天太冷, 为了取暖, 要跑, 春天脱毛, 必须出汗, 要跑, 夏天呢, 躲蚊子, 要顶风跑, 秋天, 抢吃牛羊的好草场, 要偷着跑, 可最要命的, 是为了逃避狼群的追杀, 一年四季都得玩命跑。 马群流动性大, 留不住狗, 一到夜里, 马群没有狗群帮忙下夜, 就一个人看管那么胆小的马群, 哪能看得过来。 要是到了没有月亮的晚上, 狼群常常偷袭马群, 如果狼不多呢, 马群和儿马子还能守住马群, 狼要多, 马群惊了群, 兵败如山倒, 马群和儿马子根本守不住。 张继元又接着说, 现在, 我可知道, 成吉思汗的骑兵, 为什么日行千里那么神速了, 蒙古马天天夜夜都被狼群逼着练速度, 练长跑, 练体力耐力, 我在马群里, 常常看到马与狼的残酷生存竞争, 太惨烈了, 狼群黑夜追杀马群, 那就狠, 一路穷追猛打, 高速飞奔连续作战, 根本不让马群喘息, 老马, 病马, 慢马, 小马, 马鞠, 和怀孕马, 只要一掉队, 马上就被一群狼包围咬死吃掉, 你是真没见过马群逃命的惨样, 个个口吐白沫, 全身汗透, 有的马呢, 把垂死挣扎的力气都用光了, 跑完了最后一步, 一倒地就断气, 活活跑死, 那些跑得最快的马, 能喘一口气, 停一会儿, 一低头就拼命吃草, 饿极了呀, 什么草都吃, 连干尾子都吃, 渴极了, 什么水都喝, 不管脏水, 臭水, 渗入牛尿, 羊尿的水坑里的水, 都喝下去, 蒙古马的体力, 耐力, 消化力, 抗病力, 耐寒耐鼠力, 可属天下第一, 可是只有马官知道啊, 蒙古马的这种本事, 都是被草原狼群, 用速度和死亡, 强化训练出来的, 陈镇听得入了迷, up主治疗有声,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七十三集, 陈镇把马鞠肉和手把肉骨头块端进蒙古包里, 又把马鞠皮摊在蒙古包顶上, 对张继元说, 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 快成专家了, 你说的这些东西太重要了, 外面热, 走, 进包, 你直观讲, 剁馅, 胆皮的活, 我包了, 两人进了蒙古包, 陈镇动手包葱, 和面, 剁馅, 炸花椒油, 准备做牧民常吃的死面肉馅包子, 张继元喝了一碗凉茶说, 这些日子, 我这个马官一直在想马的事, 我想, 是蒙古草原狼造就了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蒙古马, 也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匈奴, 突厥和蒙古的强悍骑兵, 汉鞋马, 伊犁马, 阿拉伯马, 顿河马等等, 都是世界名马, 可是, 为什么西域中亚骑兵, 俄罗斯钦查骑兵, 阿拉伯骑兵, 还有欧洲条顿骑兵, 都被蒙古骑兵打败了呢? 蒙古骑兵往西, 一直打到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 埃及的家门口, 匈奴骑兵还横扫整个欧洲, 一直打到现在法国的奥尔良, 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战马, 具有如此高强的体力和耐力啊? 陈振插话道, 史书上说, 古代的蒙古草原, 人少马多, 出征的时候, 一个骑兵带四五匹五六匹马, 捣唤着骑, 可日行千里, 所以, 蒙古骑兵是原始的摩托化部队, 专达闪电战, 蒙古马多, 还可以用伤马当军粮, 饿了吃马肉, 渴了喝马血, 连后勤都用不着了, 张继元笑着点头, 没错, 记得你说过, 从犬戎, 匈奴, 鲜卑, 突厥, 一直到现在的蒙古族, 所有在蒙古草原上生活战斗过的草原民族, 都懂得狼的奥秘和价值, 这话呀, 我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蒙古草原狼, 给了草原人最强悍的战斗性格, 最卓越的战斗智慧, 和最出色的战马, 这三项军事优势, 就是蒙古草原人震撼世界的秘密和原因, 陈震一边使劲活着面, 一边说, 善战的蒙古战马, 出自蒙古狼的训练, 你的这个发现, 太重要了, 我原以为, 狼图腾解决了草原人勇猛强悍性格, 以及军事智慧的来源问题, 没想到, 狼还是义武训兽师, 为马背民族, 训养了世界一流的战马, 有了那么厉害的蒙古战马, 蒙古人性格和智慧因素, 就如虎添翼了, 行啊, 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 真没白当, 张继元笑道, 那也是受了你这个狼迷的影响, 你这两年给我讲了那么多书上的历史, 我自然也得还你一些活材料了, 陈震也笑了, 他说, 这种交换, 合算合算, 不过, 还有一点我没弄清楚, 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鞠子以外, 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鞠子, 张继元说, 那手段就多了, 马群每次走到草高的, 或是地形复杂的地方, 我就特紧张, 狼会像壁虎似的, 贴着地匍匐爬行, 还不用抬头看, 他用鼻子和耳朵, 就能知道猎物在什么地方, 母马经常小声叫唤马鞠子, 狼就能凭着母马的声音, 判断马鞠大致的方位, 然后慢慢靠近, 只要儿马子不在马鞠附近, 狼就猛扑上去, 一口咬断马鞠喉咙, 再将马鞠拖到隐蔽处, 狼吞虎咽, 如果让母马和儿马子发现了, 狼就急忙逃跑, 马鞠是带不走死马鞠的, 等马鞠走了之后, 狼再回来吃, 有的特别狡猾的狼, 还会哄骗马鞠子呢, 一条狼发现了马鞠边上有一匹马鞠, 但旁边有母马, 这时狼就会匍匐过去, 躲到附近的高草丛里, 然后仰面朝天, 把目标大的身体藏在草丛里面, 再把目标小的四条爪子伸出草丛, 轻轻摇晃, 从远处看, 那摇晃的狼腿狼爪, 像野兔的长耳朵, 又像探头探脑的大黄鼠, 或其他的小动物, 反正不像狗和狼, 小马鞠刚刚来到世上, 好奇心特强, 一件比自己小的活东西, 就想跑过去看个究竟, 母马呢, 还没来得及拦住马鞠, 狼就已经一口咬断马鞠的喉咙了, 陈震说, 有时我真觉得狼不是动物, 而是一种神怪, 张继元说, 对对, 就是神怪, 你想, 白天马群散得很开, 马官就是在马群里, 也保不住哪会出问题, 到了夜里, 那狼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能偷则偷, 能抢就抢, 偷抢都不成, 就组织力量强攻, 而马子们会把母马马鞠子, 紧紧地圈在马群当中, 并在圈外狠袍很咬为狼, 普通狼群很难冲垮十几匹大尔马子的联合防卫, 弄不好啊, 狼还会被尔马子踢死咬伤, 但是遇到恶劣天气和大群恶疯了的狼群, 尔马子们就挡不住了, 这时候两个马官都得上阵, 人要是灯罩枪打还挡不住, 那狼群就会冲垮马群再追杀马鞠子, 到夏天这时候, 狼群里的小狼都长起来了, 狼群食量大增, 狼抓不着黄羊汉塔, 所以就开始主攻马群里的马鞠了, 陈震问, 那马群每年要损失多少马鞠子? 张继元略略想了想, 说, 哦, 我和巴图的这群马, 去年下了一百一十多匹马鞠子, 到今年夏天只剩下四十多匹了, 有七十多匹马鞠被狼咬死或吃掉, 年损失百分之六十, 这在全大队四个马群里还算好的了, 第四牧业队的马群, 去年下的马鞠子现在就剩下十几匹了, 一年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多, 我问过吴立吉, 全牧场马群每年马鞠的损失占多少比例? 他说平均损失大约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陈镇吃了一惊? 小马鞠的死亡率真是太高了, 怪不得马官们都恨透了啦, 张继元说, 这还没完呢, 小马长到新两岁, 还没脱离危险期, 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 马鞠要长到三岁以后, 才勉强可以对付狼, 可是遇着群狼恶狼, 可能还是顶不住, 唉, 你说我们马官有多难, 像野人一样, 拼死拼活干上一年, 只能保下百分之三四十的马鞠子, 要是稍稍马虎一点, 这一年就白干了。 陈镇无语, 开始动手赶包子皮, 张继元洗了手, 帮陈镇包包子, 一边说, 可是, 再苦再累, 也不能没有狼, 巴图说, 要是没有狼群, 马群的质量就会下降, 没有狼, 马就会变懒, 变胖, 跑不动了, 在世界上, 蒙古马本来就矮小, 要是再没了速度和耐力, 蒙古马就卖不出好价钱, 军队骑兵部队, 不敢用来当战马了, 还有啊, 要是没有狼, 马群发展就太快, 你想想, 一群马一年增加一百几十匹马鞠, 假如马鞠大部分都能活下来, 一群马一年就增加百分之二三十, 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达到生育年龄的小母马, 马鞠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 这样三四年下来, 一群马的数量就会翻一翻, 一般情况下, 马要长到四五岁才能卖, 那么大批四五岁以下的马就只能养着, 而马群是最毁草场的牲口, 乌里吉说, 除了黄鼠、野兔, 马群是草场最大的破坏分子, 蒙古马食量大, 一匹马一年要吃掉几十只上百只羊的草量, 现在牧民都嫌马群抢牛羊的草场, 如果全场的马群不加控制场坎发展, 那么用不了多少年, 牛羊就该没草吃了, 俄伦草原就会逐渐沙化, 陈震用擀棉杖敲了一下案板, 这么说, 草原牧民是利用狼群来给马群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马群的数量, 同时达到提高和保持蒙古马质量的目标, 张继元说, 那当然, 草原人其实是运用草原辩证法的高手, 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 不像汉人, 喜欢走极端, 鼓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草原人呢, 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 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 陈震说, 不过, 这种平衡控制真叫残酷, 春天, 马官们掏狼仔, 一掏就是十几我几十我, 一杀呢, 就是一两百只, 但就是不掏光杀绝, 到了夏天, 狼群反过来, 掏杀马鞠子, 一杀就是百分之七八十, 但马官就是不让狼杀百分之一百, 平衡控制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 而控制平衡, 就是靠牧民毫不松懈的战斗, 这种中庸, 比汉族的中庸更具有战斗力, 也更接近真理, 张继元说, 现在一帮农区来的干部, 一直在草原上瞎指挥, 拼命发展数量数量数量, 最后肯定一举多失, 狼没了, 蒙古马没人要了, 那蒙古大草原黄沙滚滚了, 牛羊饿死了, 咱们也可以回北京了, 陈镇说, 你做美梦吧, 北京在历史上不知道让草原骑兵攻下过多少回了, 当了多少次草原民族政权的首都, 北京连草原骑兵都挡不住, 哪还能挡住比草原骑兵能量大亿万倍的沙尘黄祸呀, 张继元说, 那咱们就管不着, 也管不了了, 亿万农民拼命生, 拼命肯, 一年生出一个省的人口, 那么多的过剩人口要冲进草原, 谁能拦得住, 陈镇叹道, 唉, 正是拦不住, 心里太着急啊, 中国儒家, 本质上是一个迎合农耕皇帝和小农的精神体系, 皇帝是个大富农, 而中国农民的一家之主是个小皇帝, 皇帝轮流坐, 明天到我家, 谁可载舟又可富舟, 谁不顺应农耕人口, 汪洋大海的潮流, 谁就将被大水覆舟, 遭灭顶之灾, 农耕土壤, 只出皇帝, 不出共和, 谁可载舟又可富舟, 实际上, 是农可载地又可富地, 再来复去, 还是皇帝, 几千年来, 中国人口一过剩就造反, 杀减了人口, 换了皇帝, 在继续上, 周而复始地原地打转, 虽然在农耕文明的上升阶段, 军民上下齐心, 以农为本, 是螺旋上升的进步力量, 但一过巅峰, 这种力量, 就称为螺旋下降, 绞杀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打草机, 听着陈震的话, 张继元连连点头, 第七十四集, 张继元搓来干牛粪, 点火, 架锅, 包子上了笼屉, 两人围着夏季尼卢, 耐心地等着包子蒸熟, 弹性欲浓, 陈震对张继元说, 今天你这一说, 我倒是想明白了, 为什么马背上的民族, 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 相反, 却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 我也真想通了, 这种反常的逻辑中, 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 这是因为, 蒙古马是草原狼和草原人, 共同训出来的学生, 而学生, 怎能成为被老师崇拜的图腾和宗师呢, 而草原狼, 从未被人驯服, 狼的性格和许多本领, 人学了几千年还没学到呢, 狼在草原上, 实际统领着一切, 站在草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高点上, 张继元说, 我真替犬戎和匈奴感到惋惜, 他们是多么优秀的民族, 狼图腾崇拜, 是他们最早确立的, 又是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 一直传到今天还没有中断, 陈震说, 狼图腾的精神, 比汉族的儒家精神还要久远, 更具有天然的延续性和生命力, 儒家思想体系中, 比如三纲五常的那些纲领部分, 早已过时腐朽, 而狼图腾的核心精神, 却依然青春薄发, 并在当代各个最先进发达的民族身上延续至今, 蒙古草原民族的狼图腾, 应该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如果中国人能在中国民族精神中, 弯曲儒家的腐朽成分, 再在这个精神空虚的树洞里, 移植进去一棵狼图腾的精神树苗, 让他与儒家的和平主义, 重视教育和读书功夫等传统相结合, 重塑国民性格, 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只可惜, 狼图腾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的纯精神体系, 草原民族致命的弱点就是文字文化上的落后, 而跟草原民族打了几千年交道的中国儒家史学家, 也不屑去记载狼图腾文化, 我怀疑那些痛恨狼的儒生, 也许有意删除了史书上记载下来的东西, 所以现在咱们从中国史书上查找狼图腾的资料,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咱们带来的几百本书太不够用了, 下回谈价啊, 还得想法子多弄一点。 张继元又添了几块干牛粪, 他说, 我有一个亲戚在造纸厂当小头头, 厂里堆满了抄家抄来的图书, 工人呢, 经常拿着那些就要画成纸浆的现状书卷烟绸, 爱书的人可以用烟跟他们换来明著经典, 我当马官一个月七十多块钱, 算是高薪了, 买烟换书的事我来干。 不过话说回来, 从建国以后, 政府就一直鼓励奖励打狼灭狼, 草原上打狼英雄, 快要成为新的草原英雄。 蒙古族年轻人, 尤其是上过小学初中的阳官马官, 也快不知道什么是狼图腾了。 你说咱们研究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啊? 陈震正在揭锅盖, 回头说,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问有用没用的, 只是出于好奇和兴趣。 再说, 能把自己过去弄不明白的问题弄通, 能说没用吗? 马居肉馅包子在一阵弥漫的热气中出了涕, 陈震捣着手把包子捣换得稍微凉了一点, 狠咬了一口, 连声赞道。 嗯, 好吃好吃, 又香又嫩, 以后你一碰到狼咬上马鞠子, 就往家驼。 张继元说, 其他三个知情包都跟我要呢, 还是轮着送吧。 陈震说, 那你也得把被狼咬过的那部位拿回来, 我要喂小狼。 两人一口气吃了一剃包子, 陈震心满意足地站起来说,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吃狼食了, 走, 咱们去玩肉包子打狼。 等肉包子凉了, 陈震和张继元各抓起一个, 兴冲冲地出了蒙古包, 朝小狼走去, 陈震高喊, 小狼, 小狼, 开饭了。 两个肉包子轻轻打在小狼的头上和身上, 小狼吓得夹起尾巴嗖地钻进了洞, 肉包子也被黄黄和伊勒抢走了。 两人愣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陈震笑道, 咱俩真够傻的, 小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肉包子, 肉包子打狼, 怎能有去无回呢? 狼的疑心太壮, 连我这个养他的人都不相信, 他一定是把肉包子当成打他的石头了。 这些日子, 过路的蒙古孩子可没少拿土块打他。 张继元笑着走到狼洞旁。 小狼太好玩了, 我得抱抱他, 跟他亲上亲上。 陈震说, 小狼认人, 就认我和杨克, 只让我和杨克抱, 连高建忠都不敢碰他一下, 一碰他就咬, 你还是算了吧。 张继元低下头, 凑近狼洞, 连声叫小狼, 还说, 小狼, 别忘了, 是我给你拿来马鸡肉的, 吃饱了, 就不认我了。 张继元又叫了几声, 可是小狼呲牙瞪眼就是不出来, 他刚想拽铁链, 把小狼拽出来, 小狼嗖地蹿出洞, 张口就咬, 吓得张继元往后摔了一个大跟头, 陈震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 才把小狼拦住, 又连连抚摸狼头, 直到小狼消了气。 张继元拍了拍身上的沙土站了起来, 面露笑容说, 嗯, 还行, 跟野地里的狼一样凶, 要是把小狼养成狗, 就没意思了, 下次回来, 我再给他带点马鸡肉。 陈震又把小狼嚎生所引来的种种危险告诉张继元, 张继元把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换了一册世界通史, 对陈震说, 根据我的经验啊, 今晚狼群准来, 千万小心, 千万别让狼群把咱们的宝贝小狼给抢走了, 得多长点心眼, 狼最怕炸药, 狼群真要是冲羊群的话, 你们就扔二提脚, 上次我给你们弄来的一捆, 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要是吵了就炸不响了。 陈震说, 嗯, 杨克用腊纸包好了, 放在包里最上面的那个木箱里, 肯定炒不了, 前几天, 他跟盲流们干架, 点了三拐, 炸得惊天动地的。 二人告别, 张继元急冲冲地奔回马群。 第七十五集 晚饭后, 包顺贵从碧利阁家来到陈镇的蒙古包, 他慷慨地发给了陈镇和杨克一个可装六节电池的大号电筒, 以往这是马官才有资格用的武器和工具, 包顺贵特别交代了任务, 如果狼群攻到羊群旁边, 就开大手电, 不准点抱住, 让你们家的狗啊, 缠住狼, 我已经通知你们附近几家, 一见到你们打链, 大伙儿都得带狗过来围狼。 包顺贵又笑着说, 哎呀, 想不到你们两条小狼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要是这次能引来母狼和狼群, 再杀他个七条八条狼, 那咱们又能打个大胜仗, 就是只杀了一两条母狼, 也算胜利。 牧民都说, 今天夜里母狼准来, 他们都让我毙了小狼, 把小狼扒了皮挂起来, 再把狼尸扔到山坡野地, 让母狼全死了心, 可我不同意, 我跟他们说, 我就怕狼不来, 用小狼来引大狼, 这机会上哪找啊? 这回大狼可得上当了, 你们俩得小心点啊, 这么大的手电, 能把人的眼睛晃得几分钟内跟瞎了一样, 狼就更瞎了, 不过嘛, 你们也得准备铁棒铁锹, 以防万一。 陈镇杨克连连答应, 包顺贵忙着到别的包去布置任务, 严禁开枪, 精狼走火, 伤人伤处, 就急急地走了。 这场草原上前所未有的以狼又狼战, 虽然后果难以预料, 但已给枯燥的放牧生活增添了许多刺激, 有几个特别恨狼, 好久不上门的年轻马官, 阳官, 牛官, 也跑来探问情况和熟悉环境地形, 他们对这种从来没玩过的猎法很感兴趣, 一个阳官说, 母狼最护崽子, 他们知道狼崽在这儿一定会来抢的, 最好每夜都来几条母狼, 这样就能夜夜打到狼了。 一个马官说, 狼吃了一次亏, 再不会吃第二回。 另一个阳官说, 要是一大群硬冲怎么办? 马官回答他说, 狼再多也没有狗多, 实在不行, 那就人狗一块上, 打灯乱喊, 开枪放炮呗。 人们都走了以后, 陈震和杨克心事重重地坐在离小狼不远的毡子上, 两人都深感内疚。 杨克说, 如果这次又杀母狼成功, 这招实在是太损了, 偷了人家的泉窝崽子还不够, 还想利用狼的母爱把母狼也杀了, 以后咱俩真得后悔一辈子。 陈震垂着头说, 我现在也开始怀疑自己, 当初养这条小狼, 究竟是对还是错? 为了养一条小狼, 已经搭进去六条狼仔的命, 以后不知道还要死多少。 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科学实验有时真跟屠夫差不多。 比利格阿爸主持草原也真不易, 他的压力太大了, 一方面要忍受牲畜狼屠杀的悲哀, 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不断去杀害狼的痛苦。 两种忍受都是血淋淋的, 可是为了草原和草原人, 他只能铁实心肠地来维持草原各种关系的平衡。 我真想求腾格里告诉母狼们, 今晚千万别来, 明晚也别来, 可别自投罗网, 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把小狼养大, 咱俩一定会亲手把他放回到母狼身边去的。 上半夜, 比利格老人又来了一趟, 检查陈镇和杨克的备战情况, 老人坐在两人旁边, 默默抽汗烟, 抽了两烟待锅以后, 老人像是安慰他的两个学生, 又像是安慰自己, 低声说道, 这些日子, 蚊子一上来, 马群还要遭大难, 不杀些狼, 今年的马鞠子就剩不下多少了, 腾格里也会看不过去的。 杨克问, 阿爸, 一您看, 今晚母狼会不会来? 老人说, 难说呀, 用人养的小狼来淫母狼, 我活了这把年纪, 还从来没使过这种损账, 连听都没听说过。 包主人非叫大伙, 利用小狼来打一次围, 马鞠死了那么多, 不让包主人和几个马官杀杀狼, 消消气, 能成吗? 老人走了, 盆地草场静悄悄, 只能听到羊群的反除声, 偶尔也能听到大羊甩耳朵轰蚊子的噗噜噜的声音, 草原上第一批蚊子已悄然出现, 但这只是小型侦察机, 还没有形成轰炸鸡群的灵力攻势。 两人轻声聊了一会儿, 轮流睡觉, 陈震先睡下, 杨克看着腕上的夜光表握着大手电, 警惕四周动静, 又把装了半捆爆竹的书包挂在脖子上, 以防万一。 吃饱马鞠肉的小狼从天还没有黑, 就绷紧铁链, 蹲坐在狼圈的西北边缘, 伸长脖子, 直直地竖着耳朵, 全神贯注一动不动, 紧张地等待着他所期盼的声音。 狼眼炯炯, 望眼欲穿, 比孤儿院的孤儿盼望亲人的眼神还要让人心酸。 午夜刚过, 狼嚎准时响起, 狼群又发动声音疲劳战, 三面山坡嚎声一片, 宫势凶猛, 全队的狗群立即狂吠反击, 巨大的声浪扑向狼群。 狼嚎突然停止, 但是狗叫声一停, 狼嚎又起, 宫势更加猛烈。 几个回合过去, 已经吼过一夜的狗群, 认为狼在虚张声势, 便开始节约自己的声音弹药, 减弱音量, 减少次数。 陈镇连忙和杨克走进小狼, 凭借微微的星光观察小狼, 狼圈里铁链声哗哗作响, 小狼早已急地围着狼圈团团转, 他刚想模仿野狼嚎叫, 就被狗叫声干扰, 还常常被禁出二郎, 黄黄和伊勒的吼声, 拐带到狗的发声区。 小狼一急, 又发出荒荒哗哗哗的怪声, 他气得痛心疾首, 甩晃脑袋。 几个月来与狗们的朝夕相处, 使他很难摆脱狗叫声的强行灌输, 找回自己的原生。 二郎带着狗们紧张地在羊群西北边来回跑动, 吼个不停, 像是发现了敌情。 不一会儿, 西北方向传来狼嚎, 这次, 嚎声似乎距陈镇的羊群更近, 其他小组的狗群叫声渐渐奚落, 而狼群好像慢慢集中到陈镇蒙古包的西北山坡上。 陈镇的嘴唇有些发抖, 巧声说道, 狼群的主力是冲着咱们的小狼来了, 狼的记性真没得说。 杨克手握大电筒, 也有些害怕, 他摸了摸书包里的大爆竹说, 要是狼群集体硬冲, 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打手电报警, 我就往狼群里让手榴弹。 狗叫声终于停止, 陈镇小声说, 快, 快蹲下来看, 小狼要嚎了。 没有狗叫的干扰, 小狼可以仔细倾听野狼的嚎声。 他挺直胸, 竖起耳, 闭嘴静听。 小狼很聪明, 他不再张口乱学, 而是先练听力, 使自己更多接受些黑暗中传来的声音, 然后才学教。 狼群的嚎声仍然瞄准小狼。 小狼焦急地辨认, 北面嚎, 他就投朝北, 西面嚎, 他就投朝西, 如果三面一起嚎, 他就原地乱转。 陈镇侧耳细听, 他发现, 此夜的狼嚎声与前一夜的声音明显不同, 前一夜的嚎声比较单一, 只是骚扰威胁声, 而此夜的狼嚎声却变化多端, 高一声, 低一声, 其中似乎有询问, 有试探, 甚至有母狼急切忽而患女的意思。 陈镇听得全身发冷。 草原上, 母狼爱宰护宰的故事流传极广, 为了教狼仔捕猎, 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羊羔, 为了守护洞中的狼仔, 不惜与猎人拼命。 为了狼仔的安全, 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仔转移洞穴, 为了喂饱小狼, 常常把自己吃的几乎撑破肚子, 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 为了狼群家族共同的利益, 那些失去整窝小仔的母狼, 会用他们自己的奶去喂养他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 比利格老人曾说, 很久以前, 俄伦草原上有个老猎人, 曾见过三条母狼, 共同乃养一窝狼仔的事情。 那年春天, 他到深山里寻找狼仔洞, 在一面暖坡发现三条母狼, 躺成半个圈, 给七八只狼仔喂奶, 每条母狼肚子旁边都有两三只狼仔, 于是他和猎手们不忍心再去掏那个窝。 老人曾说, 蒙古草原的猎手马官, 掏杀狼仔从不掏光, 那些活下来的狼仔, 干妈和奶妈也就多, 狼仔们奶水吃不完, 身价底子打得好, 所以, 蒙古狼是世界上个儿头最大最壮最聪明的狼。 陈震当时想说, 这还不是全部, 狼的母爱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族类的范围, 却乃养自己最可怕的敌人, 人类的孤儿。 在母狼的凶残后面, 还有着世上最不可思议, 最感人的博爱。 而此刻, 在春天里失去狼仔的母狼们, 全都卑卑怯怯, 怀有一线希望地跑来认子了。 他们明明知道, 这里是俄伦草原, 营盘最集中, 人狗腔最密集的凶险之地, 但是母狼们还是冒险逼近了。 陈震在这一刹那, 真想解开小狼的皮项圈, 让小狼与他那么多的妈妈们, 母子相认, 重新团聚。 然而, 陈震不敢放, 他担心, 只要小狼一冲出营盘的势力范围, 自家或邻家的大狗, 马上就会把他当作野狼, 一拥而上, 把他撕碎。 陈震也不敢把小狼带到远处黑暗中放生, 那样, 他自己将陷入疯狂的母狼群中。 小狼似乎对与昨夜不同的声音异常敏感, 他对三面六方的呼唤声有些不知所措, 他显然听不懂那些奇奇怪怪变化复杂的嚎声是什么意思, 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 狼群一直得不到小狼的回音, 嚎声渐少, 他们可能也不明白, 昨夜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小狼嚎声, 为什么不再出现了。 第七十六集 就在这时, 小狼坐稳了身子, 面朝西北, 开始发声。 他低下头, 呜呜呜地发出狼嚎的第一关键音, 然后憋足气, 慢慢抬头, 乌音终于转换到欧音上来。 小狼终于磕磕绊绊, 完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狼嚎声。 三面狼嚎戛然而止, 狼群好像一愣, 这是什么意思? 狼群有些吃不准, 继续静默等待。 过了一会儿, 狼群里出现了一个完全模仿蒙古包旁小狼的嚎声, 好像是一条半大野狼嚎出来的。 陈震发现自己的小狼也愣了一下, 弄不明白那声嚎叫, 询问的是什么? 小狼像一头刚刚被治愈的聋哑狼, 既听不懂人家的话, 又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 天那么黑, 即便打手势做表情, 对方也看不见。 小狼等了一会儿, 不见回音, 就自顾自地进一步开始发挥。 他低头憋气, 抬头吐出一长声。 这次, 小狼终于完全恢复到昨夜的最高水平, 嚎声悠长, 带着奶声奶气的铜音, 像长销, 像薄黄, 像小钟, 像短牛角, 尾音不断, 鱼波绵长。 小狼对自己的这声长嚎极为满意, 他不等狼群回音, 竟一个长嚎接着一个长嚎过起引来了。 由于心急, 嚎声的尾音稍稍变短, 他的头越抬越高, 直到鼻头指向藤阁里。 他亢奋而积月, 嚎得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标准, 连姿势也完全像条大狼。 长嚎时, 他把长嘴的嘴形笼成像单簧管的圆管状, 运足腹内的底气, 均匀平稳的吐气托音, 托呀托, 一直将一腔激情全部用尽为止。 然后, 再狠命吸一口气, 继续长嚎长托。 小狼欢天喜地, 长嚎着哭腔哀调, 兴高采烈地向狼群呼唤, 激情澎湃地向草原展示, 他的美妙歌喉。 小狼的音质极嫩, 极润, 极醇, 如鹰如铜, 婉转清脆。 在悠扬中, 他还自作主张地胡乱变调, 急性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 陈镇和杨克两人听得如痴如醉, 杨克情不自欣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 陈镇小声对杨克说, 哎, 我有一个发现, 听了狼的长嚎, 你就会明白, 蒙古族名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颤音和拖音了? 蒙古名歌的风格和汉人名歌的风格区别太大了, 我猜测啊, 这种风格是从崇拜狼图腾的匈奴族那里传过来的。 史书里有个记载, 匈奴传里边就说, 横古横古的时候, 匈奴蝉鱼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小女儿呢, 主动嫁给了一条老狼, 跟狼生了许多儿女, 原文还说, 妹, 下为狼妻而产子, 后, 遂滋繁成国, 顾其人号隐生长歌, 又似狼嚎。 杨克盲问, 啊, 匈奴传里真有这样的记载啊? 你读书还是比我读得仔细, 要是真有这个记载, 那么就真的找到蒙古名歌的源头了。 陈震说, 那还有错, 匈奴传, 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里边好多精彩段落, 我背都能背下来。 读书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 不看匈奴传那城啊, 在草原, 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 一个民族的图腾, 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崇拜狼图腾的民族, 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 比如说游猎狩猎的技巧, 声音传递, 军事艺术, 战略, 战术, 战斗性格, 集体团队精神, 组织性, 纪律性, 忍耐性, 竞争投廊, 强者为王, 服从权威, 爱护家族和族群, 爱护和捍卫草原, 养天敬拜腾格里, 等等等等, 所以我认为, 蒙古人的音乐和歌唱也必然受到狼嚎的影响, 甚至是有意地学习和模仿, 草原上所有其他动物, 牛, 羊, 马狗, 黄羊汉塔狐狸等等的叫声, 都没有这样悠畅的拖音, 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才有, 你再好好听听, 像不像? 杨克连连点头, 嗯, 像, 越听越像, 你要是不说呀, 我还真没往那琢磨, 胡松华唱的蒙古赞歌, 尤其是开头那段, 那么多的拐弯颤音, 那么长的拖音, 活脱脱是从狼嚎那模仿过来的, 这两年, 咱们听了那么多的蒙古民歌, 几乎没有一首歌, 不带长长的颤音和拐弯托音的, 可惜呀, 没有录音机, 要是能把狼嚎狼歌和蒙古民歌都录下来再做比较, 那就一定能找出两者的关系来, 陈震说, 咱们汉人也喜欢听蒙古民歌, 苍凉, 悠长, 像草原一样辽阔, 可没人知道, 蒙古歌的源头, 原来是狼, 不过, 现在内蒙古的蒙古族人, 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民歌, 是从狼歌那演变来的, 我问过好几个牧民, 有的呢, 说不是, 有的支支吾吾, 不过, 这也不奇怪, 现在《红灯记》里不是在唱, 《御井传四郎豪》吗, 那谁还敢说, 蒙古民歌来源于狼, 要不然, 那首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赞歌, 就被封杀了, 歌手也会被打成反革命, 可事实就是事实, 这绝不是巧合, 陈震又叹道, 真正能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 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二郎率领两家的大狗小狗, 冲西北方向又是一通狂吼, 等狗叫一停, 小狼再吼, 慢慢的, 小狼已经能够不受狗声的干扰了, 熟练地发出标准的狼声, 小狼连嚎了五六次, 突然停了下来, 跑到圈边上的水盆旁边, 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 然后又跑回西北边长嚎起来, 嚎了几次, 便停住, 竖起耳朵, 静候回音。 过了很长时间, 在一阵杂乱的众狼嚎声之后, 突然从西边山坡上传来一个粗重威严的嚎声, 那声音像是一头狼王或是头狼发出来的, 嚎声带有命令式的口气, 尾音不长, 顿音明显。 陈震能从这狼嚎声中, 感到那狼王体格雄壮, 胸宽背阔, 胸腔深厚, 两人都被这嚎声震吓得不敢再出一点声音。 小狼又是一愣, 但马上就高兴地蹦起来, 他摆好身姿, 低头运气, 但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好极力去模仿那个嚎声。 小狼的声音虽然很嫩, 但他模仿的顿音, 尾音和口气却很准。 小狼一连学了几次, 可是那头狼王威严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出现。 陈震费力地猜测这次对话的意思和效果, 他猜想, 可能狼王在问小狼你到底是谁, 是谁家的孩子, 快回答。 可是小狼的回答竟然只是把他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快回答, 并且还带着模仿狼王居高临下的那种命令口气, 那头狼王一定被气得火冒三丈, 而且还加深了对这条小狼的怀疑。 如此一问一答, 效果简直糟透了。 小狼显然不懂狼群中的等级地位关系, 更不懂狼群的辈分礼节, 小狼竟敢当着重狼模仿狼王的询问, 一定被重狼视为蔑视权威目无长辈的无理行为。 重狼发出一片短促的叫声, 像是义愤填膺, 又像是议论纷纷。 过了一会儿, 狼群不吭气了, 和小狼却来了劲, 他虽然不懂狼王的问话和群狼的愤怒, 但他觉得黑暗中的那些影子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还想和他联系。 小狼急切地希望继续交流, 可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急得只好不断重复刚学来的句子, 向黑暗发出一句又一句的狼话, 你是谁家的孩子? 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 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 摸不着头脑了。 草原狼在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几万年,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小狼。 他显然是在人的营盘上, 待在狗旁和羊群旁, 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胡言乱语。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狼呢? 如果是, 他跟狼的天敌, 那些人和狗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听小狼的口气, 他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 但他好像生活得不错, 没有人和狗欺负他, 声音底气十足, 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 既然人和狗对他那么好,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陈镇望着无边的黑暗中, 远远闪烁的悠悠绿眼, 极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群狼的猜测和判断, 此时, 狼王和群狼一定是狼眼瞪绿眼, 一定越来越觉得这条小狼极为可疑。 小狼停止嚎叫, 很想再听听黑影的回答, 他坐立不安, 频频倒转, 焦急等待。 陈镇对这一效果既失望又担忧, 那条雄壮威严的狼王, 很可能就是小狼的亲爸爸, 但是从小失去父爱的小狼, 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父亲撒娇和交流了。 陈镇担心小狼再一次失掉父爱, 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父爱了。 那么, 孤独的小狼真会从此属于人类, 属于他和羊克了吗? 忽然, 又有长长的狼嚎传来, 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 那声音亲切绵软, 温柔悲哀, 满含着母爱的痛苦, 忧伤和期盼, 尾音颤抖悠长。 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 情感极深的狼语。 陈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 孩子, 你还记得妈妈吗? 我是你的妈妈, 我好想你, 我找你找得好苦, 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的宝贝, 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 大家都想你。 从母狼心底深处发出的, 天下最深痛的母性哀歌, 乌乌叶叶, 悲凉漆晚, 穿透幽远的岁月, 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 陈镇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杨克也两眼泪光。 小狼被这断断续续, 悲悲怯怯怯的声音深深触动, 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他的亲人在呼唤他。 小狼发狂了, 他比抢食的动作更凶猛地冲撞铁链, 向圈勒得他长吐舌头乱喘气, 那条母狼又呜呜呜呜悲伤地长好起来, 不一会儿, 又有更多的母狼加入到寻子换子的悲歌行列之中, 草原上哀歌一片。 母狼们的哀歌将原本就具有哭腔形式的狼嚎表现得表里如衣淋漓尽致。 这一夜, 此起彼落忧伤的狼歌哭嚎在俄伦草原持续了很久很久, 成为动天地气鬼神射人魄的千古绝唱。 母狼们, 像是要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 统统哭泄出来, 苍茫黑暗的草原沉浸在万年的悲痛之中。 陈镇默默肃立, 只觉得彻骨的寒冷。 杨克勤着泪水, 慢慢走进小狼, 握住小狼脖子上的皮项圈, 拍拍他的头和背, 轻轻地安抚他。 母狼们的哀嚎悲歌渐渐低落。 小狼正脱开了杨克, 像是生怕黑暗中的声音再次消失, 跳起身朝着西北方向扑跃, 然后急不甘心地又一次昂起了头, 凭着自己有限的记忆力, 不顾一切地嚎出了几句较长的狼语来。 陈镇心里一沉, 压低声音说, 坏了。 他和杨克都明显感到, 小狼的嚎声与母狼的狼语差别极大, 小狼可能把模仿的重点放在母狼温柔哀怨的口气上了, 而且小狼的底气还是不够, 它不能嚎得像母狼那样长。 结果, 当小狼这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狼话传过去以后, 狼群的嚎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草原一片静默。